桃花扇produced by Tringle 第一回看梅花道院占满画墨兰庄楼 赐字词曰 公子莫林乔玉 恰遇南国家人 奸贼写仇缠严禁 打散鸳鸯情政 天翻的富世界 幼稚无道昏君 猎女剑写善面存 七针关内随心 西江月 话说明朝崇祯末年 友谊秀氏 姓侯 明方玉 自朝宗 乃何难归得府人氏 历代三婴 类朝是咒 祖位太长 父居司徒 貌美羞夸直裹满车 彩虹感同七步成文 只因闯贼恨意 旧事难为不幸名列孙山外 风烟未尽 指的寄生水兵 桥玉湖边 每日为父师饮酒 以为余乐 常于读书之辖 辅卷自探 说道 俺侯朝宗年已若冠 读书异地 公民未旧 家乡远通 旷世家人难觅 良缘未帝 思念之下 不经浩叹 信喜一心沉定身 贵池无刺猬 乃设中 既在菜艺藏书房之中 时常往来 颇不寂寞 只因曾约成 无二有往野城 道愿同看梅花 时值天气晴朗 换了衣装 早去赴约 遂即换过书 同看守寓所 自己出门 往野城 道愿而来 只见碧草翻天 绿柳扎的 游人是女三三两两个西寓义 无不饮酒行了 正在观看之际 忽闻有人招呼 说 侯兄姓人 果然早到 朝宗抬头一看 见侍臣 无二人 遂各作依相见 朝宗向刺猬问道 刺凶 可知流贼消息魔 刺猬答道 左见抵超 流寇连败官兵 见逼今师 那您南侯 左良玉系帝是宜 且是旺行之交 今以海君相扬 中原无人 大事不可问已 三人一同常叹 道 如此凶恶 何日平定 这成身又向二人说 平定未知何时 春色正字可人 无被臣此一心 且自由完 三人遂并肩指往野 成道愿而来 忽成某书同盲来报说 众位相公 不必去了 今有位公子 徐公子请客看花 将一座大道院具已站满 请回吧 三人闻言 不觉扫兴 只不徘徊 正是 桃园有路人先到 先进无缘 我暂归 却说三人闻书 同之言 正无归路 只有后朝 终久已有心访密 家人 遂向臣 无二人说 既是这等 我们且同到 秦淮水泻 一访家历 道也有去 不知二兄尊 亦如何 无次伟说 不必远去 兄可知 太周柳 竟听善于说书 曾见赏于 吴乔范大司马 同城和老乡国 闻他在此座遇 何不同网一听 消遣如何 朝宗闻言 辅然不悦 说道 那柳麻子 做了烟儿 软胡子的门客 这样人说书 不听也罢 四伟说 胸还不知 软胡子漏网于身 不肯退葬 还在那裤子 当内续养生计 解纳朝非 小弟做一篇 竟都防乱 接铁 公讨其罪 那班门客 才听得 他是摧尾一党 不呆屈中 伏依散尽 这柳麻子 也在其内 岂不可敬 朝宗听说 不觉诗经 道 啊呀 竟不知 此辈中也有豪杰 该去物色的 随着家童引路 大家童往柳麻子家来 集至门守 家童叩门 那柳麻子开门一看 见世成定生等三位相公 遂让至家中 依次坐定 问道 此为何人 从未是面 无次委说 此事何难侯朝宗 当今明事 九木清潭 特来领教 柳麻子说 不敢 不敢 相公都是读书君子 旁搜便懒无所不知 道来听老汉俗谈 三位说 不必过谦 愿求赐交 柳麻子 遂说 既蒙光匠 老汉也不敢推辞 只怕演义荒词 难入尊儿 没奈何 且把相公们读的 论语 说一张罢 遂宜桌中间 手持古板 醒目 将 大帅至士奇 一张 从头至尾 演说一遍 陈定声说 妙极 如今应至讲义 那能如此痛快 真乃绝技 四位说 静庭才出软门 不肯别头主人 故此现声说法 侯朝宗道 俺看静庭 人品高绝 胸襟洒脱 是我被中人 说书乃其余计 静庭闻众人交赞 立其身来 说道 老汉乃比里俗谈 谬成赞赏 惭愧 惭愧 朝宗又问静庭 昨日同出软牙 是哪几位朋友 静庭答道 中位都散去 只有善欧的苏昆生 还玉比林 现清楼院内交割 朝宗听说在院内交割 早已打动心事 又向静庭说 此人亦要奉访 上望自交 说罢 三人辞了静庭 一拱而散 这后朝宗却立意 要寻访清楼 但不知京都哪一处 未第一家 且说都中两情怀 一弯两岸 皆杨柳皆道 更多楼 住的是烟花风月之家 其中有一宝儿 姓李 婊子珍丽 乃烟花庙部风月班头 养成一个甲女 年方依十六岁 温柔欠小 才陪戴帽之言婉转娇修 未入芙蓉之杖 虽在清楼 尚未破瓜 而且素性真良 从不轻易会客 这里有一位霸职县令 叫做杨文聪 婊子龙友 是凤杨都府马氏 因媚障 曾与库子当礼柱的 阮大臣 结为兄弟 原与李真丽 是旧友 时常在院内走动 见真丽之女 标志非常 年界破瓜之旗 书龙无人 常留心 带为寻觅年少才子 风流儿郎 招来书龙 不在话下 经当春光明媚 龙友无事 要到李真丽家闲话 以消闷眷 即走到门内 只见他院内口欢迎 浓浓一怨春色 好不迷人 遂呼道 真丽姐在家 否真丽听的呼唤 见是杨龙友 原事就好 遂让到女儿庄楼上去 龙友上的楼来 望讲四壁 无数诗篇 方玉观完 只见真丽女儿 小庄才罢 娇娇扰扰 走到面前 到了一个万福 龙友对真丽夸说道 令爱数日不见 一发标志了 上位坐下 右向壁上一看 赞得不差 看到左边的诗条 惊讶到 张天如 下一众这般大名工都有提赠 下官少不得也和运一手取过纸笔 永后一回又到 做他不过 索性藏桌 聊写墨兰一符 点缀速必罢 右见右边有蓝田净画的权实 遂说 这是名人之画 我就写在石旁 借他的衬铁也好不一时 将墨兰画完 遂问真丽说 令爱大号 我好落款 真丽笑道 年幼吾号 求杨老爷赏他二字 龙友成吟一回 说 左传 有云 兰有国乡 就叫乡君何如 真丽说 圣妙 多谢杨老爷 龙友又笑说 如今连楼民都有了 岁落款云 崇征鬼未种春 偶邪莫兰于媚乡楼 搏乡君一笑 贵周杨文聪 真丽与乡君起身致谢 说 写画俱佳 可称双绝 有此佳话 碧楼身灰矣 随着人安排酒桌 与龙友赏完春景不提 却说龙友正在楼上饮酒续话 呼听楼下有人自言自语说 俺自出软牙 更投技管 做这美人的教习 不强似做那一子帮贤魔 正是 闲来翠管吊鹦 揽向猪门看牡丹 今日该演习歌曲 登楼上去 上的楼来一见龙友 惊讶到 不知杨老爷在此 有失迎接 得罪 得罪 龙友见识 苏昆生 碧金问道 你出软门之后 一向在哪里 九步领教 惊得一回 姓盛 姓盛 碧各师礼让座 坐定 龙友问说 昆生怎的功夫在此咸游 昆生尚未及答 珍利及对龙友说 这是必愿请来叫小女屈哥的苏先生 在我愿终已半月有余 龙友文言说 令爱珍世绝世国色 在得昆生叫些屈辞 有了记忆 不愁是个铭记了 又向昆生说 恭喜你得了绝代的门身 可喜可贺 请问昆生 你传的是哪一套屈辞 昆生说 是玉名堂寺梦龙有又问 学会多少了 昆生说 学牡丹亭 半本岁向香军说 趁着杨老爷在此 随我对来 好求只是 香军即已已与昆生做敬 将学的屈辞一一演唱一番 无不妥等 把一个羊龙有喜的满面春风 向珍丽说 令爱聪明的景 身容俱佳 若得有人来殊龙 珍乃才子家人 天然家偶 遂对昆生说 昨日会着河南侯司徒公子侯朝宗 克囊颇腹 才子风流 年方二十一岁 正在这里雾色明媚 昆老之道魔 昆生说 这是弊乡世家 果然是个才子 龙有说 昨日偶然说 吉令图因是朝宗圣动情 不知真娘肯招否 真娘说 这样公子肯来疏龙 是极妙的了 怎说不肯 还求养老爷 吉利帮衬成全此事 自然叩谢 龙有闻言 甚觉欢喜 又饮树杯 遂起身辞了湘君与昆生 下楼而去 真娘又留在自己房里小酌 以赏春光 昆生意自回房去了 正是满院柳花莲前五 一杯香劳未偏长 不知侯生与湘君 几时才得会面 下回便知端地 第二回清明节 游春玉宴暖翠楼直相定期 且说侯朝宗一遇寻访 嘉丽 是有杨龙有偶然谈 吉明记湘君 这朝宗左思右想 不敢认真 一则恐杨龙有戏软原海固有 甲瓷西落二则又 自己销锁囊罚 哪有银钱置办庄剧 反复辗转 正在无聊之际 呼听门外有人呼唤 侯湘公在家否 方呆出门看时 柳静廷已走进来 二人相见魏吉诗礼 静廷说 日下对此三月艳阳 住在六朝嘉丽之场 游人落意 湘公静闷做书斋 岂不辜负花朝 朝宗答说 地久有意 奈同伴无人 虽有眉景 孤身难觅静廷说 老汉今日无事 不免陪着香弓看花 踏清河如 朝宗说 如此极妙 遂唤了衣衫 同静廷出门 望尘东而来 只见路上柳绿桃红 不狭细看 游春侍女 随处皆是 正走之间 静廷只说道 此是情怀之水 过此长桥 便是有名姐妹家朝 宗留心细看 但见碧烟染窗 红杏窥墙 黑漆两只门 拒插着一只带路交流 遂问静廷 此是何处 这般有趣 静廷说 这一条巷 原是旧院 此中立人最多 那高门儿便是李珍丽 加朝宗一文珍丽二字 想起那龙有之言 便问 他女儿湘君可在里面 静廷说 她是母子 不在里头 在哪里呢 朝宗即扯静廷叩门 里边人问 何人叩门 真娘 湘姐拒不在家 朝宗闻说 心中着实发疾 又暗想到 他既不在 定是哪里 他亲去了 我就坐在此 等候一回 遂坐在门前十凳上 死也不动 静廷百般催促 只是不动 但见猴声如痴如嘴 正在无可奈何处 忽听见 有人忽他的姓字 抬头一看 见是杨龙有 与苏昆生并肩而来 望着拱手说道 侯氏兄却在这里 暗二人上贵玉寻访 闻你同静廷游春去了 不想此处的玉 万幸万幸 且问侯兄 为何在此徘徊 静廷说 我与侯兄游春到此 他闻乡君美名 遂玉访他 是乡君不在 故侯兄如此光景 杨 苏二人说道 侯兄 今日是清明家节 他们院内姐妹 聚父和子会去了 焉能在家 朝宗说 不知可在哪家父会去 昆生说 今日是乡君 遗娘便遇金竹会 在暖翠楼上 侯兄何不趁此良辰 同到楼下 赏完一回 龙有又说 暗二人员为侯兄喜事而来 暖翠楼离此不远 大家同去看看 侯兄也好 放心 朝宗文言 慌忙立起身来 向二人做一 说 望众位 膝带一二 自当重抱 四人前前后后 说说笑笑 往暖翠楼而来 柳静廷说 侯兄 已至暖翠楼下了 请坐 再看机会 朝宗说 不知乡君在否 龙有只说道 那楼头坐的不是乡君 朝宗往上一看 见他娇娇滴滴 年纪不过十五 六岁 真乃荣可落雁 貌能修花 岁不觉魂飞天外 目不转睛 呆呆地望楼上观看 正在动情之时 只听楼上说 乡君 你的萧吹 演一回只听的 萧音嘹亮 犹如凤鸣云端 朝宗情不自禁 遂将自己配的 善罪解下说道 这几声萧吹的 令人销魂 小声忍不住 要打采了 将山坠望楼上一抛 不料震落在 乡君怀里 乡君满面通红 含羞微笑 真立即取 香君 冰沙 汉金包上樱桃 抛在楼下 众人拾起来 轻在盘内 朝宗说 此物不知何人 抛下来的 若是香君 岂不可喜 龙人说 观此汉金 多应是他静庭说 既如此 不得乱动 仙骄猴胸口含一枚 品此鲜味 大家正在取笑之时 呼见义人手提茶壶 义人怀抱花瓶立在面前 真正是 香草偏随蝴蝶舞 美人又下凤凰台 朝宗正向楼上张望 被龙有一把拉住说 侯士兄 这是真力 这是乡君 朝宗一剑 魂不附体 盲向前施礼 道 仙子和石下界 有诗迎接 昆生只说 此是真力 此是湘君 湘公仔细认认 侯生方才 正荣失礼说 可目久矣 的一剑 三生有幸 又像龙有说 果然妙龄角色 杨兄赏剑真正不差 真力说 虎秋心茶 炮来奉进 湘君说 绿柳红杏 点缀春色朝宗 向湘君怀内一看 见一善坠配在身边 碎口战一绝云 南国家人配 修教秀礼藏 随狼团善影 摇动一身香 龙有说 此诗风流典雅 真是奇才 遂疾问道 昨日所云书龙之事 不知侯兄肯否 朝宗说 秀才中状元 哪有不肯处 湘君闻言 含羞上楼而去 真力上前说 蒙羊老爷美言 相公不弃 即此则定即日 见妾就要高攀了 朝宗说 三月十五日 乃花月凉成 便好成亲 但小生克囊羞涩 恐难被理 龙有接口说 世兄不需愁 庄联 酒席 小弟已并被来点燃家旗 不知世兄可肯笑纳 朝宗闻言 深深一恭说 多谢杨兄费钞 令日叩谢 真娘见女儿侍臣 遂辞别众人 登楼而去 朝宗等四人亦各由旧路而回 四人之中为朝宗 欢喜不尽 欣然而去 有此未证 听分解 勿走到乌峰上 天了些行云 想匆匆 望却些模样 春宵花月修成晃 梁元到手难推让 准备着身负高堂 且说杨龙有陪着朝宗 定了书龙相军的佳旗 四日清晨 起来及网裤子当来 寻那阮大臣去 应是旧交 不呆通报 进入他后朝元内 未及杨生 只听得里面阮大臣道 阮阮圆海 也是慈张才子 科帝名家 只因主义一错 呕头摧尾之门 岁入儿孙之号 如今失败 圣阮枯林萧鸟 人人唾骂 处处攻击 昨日既丁 受了武秀才欧打 前日戒戏 又被三公子辱骂 无忌分辨 幸亏蒙兄杨龙友 带涉一忌 叫俺替侯朝宗 致被书龙相军装帘 以便求他疏通 道也有理 自作一去 再不见回音 好不闷人 龙友在外听得明白 乃高声说 阮兄 想念小弟魔 连日围交了 阮圆海文士龙友 急忙出来携手入内 未曾坐定 急问 侯年职之事 怎么样了 龙友道 小弟正为此事而来 侯兄家旗已定于 三月十五日 不知兄代辈之物 可曾齐全 阮圆海文言 满面带笑说 帝已辈有三百经 人返老兄代为置办 不知兄可肯为一劳 侍臣自当扣血 龙友说 哪用许多 帝尊命至半便是 圆海入内取出银两 双手递过 龙友皆迎出门而去 却说那乡君 自从那日在暖翠楼 面雾朝宗 见是个风流才子 心中暗自心线 再不轻易下楼 亦不忘自见人 专呆十五日澄清 即至佳琪已到 真娘觉早起来 正在这人卷帘扫地 安息排桌 忽阳龙友走来换道 真丽 今日是令爱上头佳琪 左许侯兄代被香龙等物 今已齐备 这人台竟安置在洞房里 已注令爱新装 还有三十两银子 交与除下 一英九严 巨要丰盛 真丽见香龙 衣服无不齐备 又有九席银两 喜不自胜 遂叫香君来寇谢 龙友说 些虚隐意 何敢当谢 正续话间 忽乱嚷道 新官人到门了 但见朝宗 身穿圣服 观叉公花 静得门来 满怨之人各个称献 正是 虽非科帝天边客 也是长额月礼人 这侯朝宗下马 真娘并亦因陪客迎接客舍 阳龙友见了 向朝宗一依说 恭喜世兄 得了平康加力 小弟无以为敬 草扮庄联 粗成言习 聊住一宵之乐 朝宗谢说 过程周旋 何以客当 真娘向前说 新人与养老爷 请做献茶 茶壁 龙友问道 真娘 亦因喜言 安排其贝勒魔 真娘说 拖赖老爷 渐渐完全 龙友力起身来 向朝宗一拱 说 今日即席 小弟不敢禅月 就此告别 明日早来道喜 说吧 遂辞侯生而去 真娘所请陪客丁继之等 上前作一道喜 遂请侯生更衣 女客玉京等扶持相军出来 大家作乐 二心人对面相见 真正 一是文章魁首 一是是女班头 两下暗自新线 各身眷念 众宝儿排下言席 其说 愿中规矩不心拜堂 就吃喜酒吧 遂让朝宗 乡君并肩上坐 丁继之 张燕竹等三人坐在左边 便玉京 郑妥娘等坐在右边 人家饮酒鸽蛋 及其余乐 不觉红日闲山 乌鸦选树 众人其声说 天晚了 送新人入洞房去罢 丁继之揽柱说 不要忙 侯官人当精才子 疏隆了绝代家人 何欢有酒 岂可无师 众人皆说 有礼 待我们取赴新样花间 魔宝松烟 伺候辉豪 侯生说 不消失间 小生带有公扇一把 就提赠乡君 勇为结盟之物罢 岁书开公扇 不用思索 提起必来一挥而成 乃是七言绝句一首 诗曰 夹到诸楼一进邪 王孙出御赴平车 清晰尽是新一树 不及东风桃李花 众人见侯生如此敏捷 大家正在那里赞赏 忽有人报曰 养老爷送诗 侯生接过一看 读曰 身小清晨是礼香 怀中阿纳秀中藏 圆和十二乌丰女 梦里偏来见楚王 读必说 此老多情 送来一首催装诗 妙诀 妙诀 众人听见 大家称赞 从心吹弹起来 劝新人饮酒 侯生与湘君交杯换斩 唱饮一回 桥楼已打二骨 众人齐说 天色晚了 撤了席吧 奏其乐来 送新人入房去 侍女池登 侯生与湘君 携手同入洞房 侯生见湘君 违背酒勋 春色满面 比暖翠楼下相会时 更绝宜人 情不自禁 轻轻抱上床 你看我爱 说不尽云情 雨一滇轮到凤 只觉得风斗花颤 正是 流浪已入桃园内 带路桃花怎不开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以陪连公子问 顾知园游侠女 却装话说 侯生与湘君 成亲之后 次日天明起来 书喜未完 杨龙有早已来 与侯生道喜 即到院内 见院门生必 事必无声 已知他们高棉为起 遂唤宝儿说 你到新人窗外 说我早来道喜 宝儿未及答应 真娘早已听见 问宝儿 是谁 众说 是杨老爷 道喜来了 真娘闻说 杨老爷 慌忙出来 相见说道 多谢老爷 成了孩儿姻缘 感恩非浅 焉感又老老爷 觉早道喜 龙有岁问道 新人起来否 真娘说 昨晚睡迟 还未起礼 真娘岁转身 静内一看 只见他二人 那里交扣丁香 并照菱花 梳洗才完 穿戴未必 就转身出来 请养老爷 童进洞房 好饮福头酒 龙有与真娘 见了侯生 戏曰 精确好梦 得罪 得罪 昨晚催装桌座 可还得入情魔 侯生笑谢曰 妙事极妙的了 只是香菌虽小 还该藏之金屋 小生锈里如何着的下 大家俱笑 龙有又问说 夜来定情 必有家座 侯生说 草草赛则 不敢请教 遂叫香菌 取出公善地 与龙有 龙有迎读一遍 妙妙 只有香菌 不愧此诗 好好收着 你看香菌上头 更绝艳丽了 消此有误 侯生说 香菌天资国色 今日插了几朵朱翠 穿了一套起锣 十分花帽 又添二分 果然可爱 真娘皆说 这都是杨老爷 帮衬的指词一句 遂逐着侯朝宗星内之仪 向龙有一功 道 我看杨兄 虽是都府马老爷 至亲 却也拯据做客 为何亲执金钱 来填烟花之枯 在小弟受之有愧 在杨兄师之无名 敢求民事 以呆图报 香菌一接口说 侯狼问的有礼 奴蒙养老爷 百般抬举 昨日陈秦太后 也觉不安 龙有见问 遂说 寄蒙问及 小弟指的时告 这九席 庄连接出怀宁之首 侯生说道 不是婉人软大沉默 龙有应道 正是他 侯生大惊 就说 这软远海 原是必年薄 小弟比其为人 觉知已久 他今日为何无故用情 令人不解 龙有说 原老有一段苦衷 欲见白于天下 他当日曾游赵梦之门 原是吴北 后来结交魏党 以图救护东陵 不料魏党一败 东陵反心水火 近日附射诸声唱论攻击 大肆绝辱 岂非操同事之歌乎 原老顾交虽多 因其行机可疑 亦无人代为分解 每日向天大哭 说道 同类相残 伤心惨慕 非河南侯公子不能救我 所以今日尊尊纳交足下耳 正是 无济欲视君子面 且将财物或人心 侯声闻言 如梦初醒 方之陪装情游 一时不明首思 遂有解救说 软远海情甚迫切 亦觉可怜 就便是为党 悔过来归 亦不可觉之太甚 旷罪有可原乎 定身 似为乃地之交 明日相见 极为分解 龙有谢曰 果得如此 无党之信也 不料乡君在旁闻侯生之言 浮然大怒曰 狼君是何意思 软大臣屈腹全奸 脸齿丧尽 妇人女子无不唾骂 他人公知 官人就知 无不知官人自处于何等 官人之意 不过因他住暗庄帘 便要逊私废宫 这几件拆串 衣裙 却放不到我乡君眼里 说完 遂将头上朱翠拔下 衣衫脱去 尽情丢在地下 向卧房而去 龙有见如此光景 也绝没去 寒怒微笑约 喝呀 乡君气性推也刚烈 侯生说 好好 这等见识 真乃女中丈夫 我倒不如 真侯朝宗又未有也 老兄修怪 帝妃不灵教 但恐为女子所笑而 那些舍友 平日垂暗朝宗者 也只为这点一气 我若依附全奸 那时群来供我 自救不暇 焉能救人呼 龙有见事不成 甚觉不快 强为解说道 原老好意 也不可太激烈了 既然如此 帝就此告辞 遂一拱就御下楼 喉生生生意意道 老兄莫怪 这些香龙 衣服原是软家之物 香君不用 留之无意 还求取去罢 龙有满面羞残 遂辞出而去 正是 多情反被无情恼 成心而来拜信归 要知端帝 下回分解 第四回端阳节 设有闹 谢登传会 软尖闭 宗雀说 香君却了庄联 侯朝宗又当面对着 杨龙有拒绝了一番 心中梦眷 思欲观完景致 以消欲节 是指五月端阳家节 南京风俗道德 此日 无论声势商甲 剧各驾船游玩 吹弹歌唱 却说成定身去 曰无刺猬 说道 四伟兄 今日节闹端阳 你我屡地异欲 何不道情怀赏节 以身闷怀 四伟说 第九有此心 方欲仿凶同去 不料兄已先及 正和我意 二人携手出门 缓步前行 以道情怀 定身问说 如此佳节 怎地不见同社之人 四伟说 想必都在登传会上 说话之间 见有何妨一座 挂登垂帘 甚是清雅 四伟一看 知丁记之水泻 向陈定身说 此事丁记之水泻 可以登跳二人 遂同登水泻 换曰 丁记之在加摩 内有一同走出 认得他二人 说 陈 无二相公请坐 俺主人 赴登传会去了 家中备下酒席 但有客来随便留坐 二人闻童子之言 童说 有趣 可称主人好事已 也不谦让 一同坐下 定身说 我们今日雅极 恐有俗人闯入 不免设法拒绝他 岁命童子取一灯笼来 提笔书上八个大字 附设会文 闲人免禁 挂在水泻之前 二人方坐下饮酒 正饮之时 只听鼓吹之声正耳 知事登船将近 平栏观望 远远见一只登船 内有一女客歌唱 三个男子吹的吹 弹的弹 向水泻而来 定身留神一看 见是设有侯朝宗 向船上指说 那来的好似侯朝宗 刺猬说 正是他 该请入会的 定身说 那个女客必是湘君 也好请他磨 刺猬说 湘君不受软胡子装帘 竟是附设的朋友 请来何妨 定身说 这等说来 那吹弹的柳静婷 苏昆生不肯做软胡子门客 也是附设朋友 同请上楼来 更是有去 遂高声换曰 喉舍兄 这里来 朝宗闻有人呼唤 望水泻一看 见是臣 无二位设有 遂向楼上一拱 道 二位请了 定身说 这是丁济之之水泻 现有酒席 喉兄可同乡君 静庭 昆生同上楼来 大家赏劫 朝宗等 欣然下船 遂吹弹着上楼而来 有词卫正 龙舟病 化江芬 葵花蒲叶范经尊 朱楼蜜 紫杖云 吹销打鼓入层云 排鸽子 且说朝宗四人上得水泻 见灯笼上写着 附设会文 朝宗说 不知今日会文 小弟来得正好 静庭说 闲人免禁 我们未免唐突 四位说 你们不肯做软胡子门客 正是腹设中朋友朝宗说 湘君难道也是不成 四位说 湘君却连一世 只怕腹设朋友还差他一筹礼 定身说 以后该称他设嫂子 大家鼓掌大笑 岁换童子珍酒 六人依次而坐 饮酒赏节 阵影之际 呼听众人报说 灯船来了 六人岁亭碑 平栏同看灯船 只见船上各旋踩灯 绕河进度 也有饮酒的 也有吹弹的 也有复诗的 灯船色色不同 人物在在各异 真正是金波纷纭 尽度淫末 往来迷惊 大家宝看了一会 见灯船将近 赴各依次坐下饮酒 静庭说 今日赏节 幸会二位相供 不可空饮 虚过佳节 我与昆生吹弹 湘君歌唱 以乐今宵 何如 臣 吾二人说 只是劳动不当 柳 苏二人各显其能 吹弹得十分优雅 湘君放开喉咙 歌唱兼己恶行云 定声与刺猬 朝宗三人放怀唱饮 正在酒憨之时 又听有人报说 登船又来了 六人覆平栏观看 见船上吹打的比重不同 歌唱的叫长大义 船头立着一人 望着水泻缓缓而来 昆生说 你看那船上像些老白乡 我们须仔细领略 只见船头一人 抬头向水泻上一望 说 丁家何妨 为何此时上有灯 大小丝们 快去看有何人 小丝上岸一看 回报说 灯笼上写着 附射绘文 闲人免禁八字 那人在船头上一文 附射二字 即使歇了声歌 灭了灯火 悄悄撑船远避而去 众人见好三座灯船 不知何故灭灯 席歌 悄然而去 快者人看来 静庭说 不必去看 我老眼虽昏 早已看真 那个胡子便是软大臣 他买舟宰歌 不敢早出 恐有人轻薄他 故半夜方赶出游 经见三位相供在此饮酒 不敢进前 故此敲壁而去而 昆笙说 我说歌吹比众不同 定生说 好大胆 这贡猿前也许他来混游 刺猬急欲下泻 赶上踩他胡子 朝宗拦住刺猬说 他既回避 我们也不必为以慎之行 且传以远去 丢开手罢 刺猬愤愤而指说 便宜了这狗子 湘军见天色太晚 对众人说 夜色已深 大家散罢 静庭说 湘军姐想妈妈了 我们送他回去 遂同昆生 朝宗 湘军辞了定生 四位 下船摇鲁而去 臣 无二人亦各回遇 正是 楼台下去游人进 小周流的一家村 不知后事何如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组 就梁朝宗修杂记 劝书进亭头 猎原却说 猴朝宗有一故有 姓左明良玉 当年是父亲 麾下之江 家在辽阳 是魏都思 只应得罪罢职 补良武昌 姓玉军门猴巡 拔于走卒 命位战将 不到一年 击败总兵之职 南征北讨 公家猴绝 强兵撞马 列阵襄阳 只因李自成扰乱 以至朝廷空于 三军缺梁 知消伐策 又见三军恶极 各有欲辩之事 虽有救梁南京之意 撤兵汉口之心 但恐未奉明 只行机可疑 因此不敢骤行 旨的日夜扶絮 暂未军心 然救梁虽未即行 而传言早已非闻南京 闻五官员闻之 莫不胆战心惊 有义人 司马雄名誉 久闻左梁玉 曾在侯巡徽下 见侯巡之子侯朝宗 献在南京济玉 亦玉托朝宗 修书劝阻东下 知阳龙友与朝宗有救 随着龙友来寻朝宗 秧他修书 龙友成雄司马之命 前来求书 寻至寓所 不见朝宗 一路问来 知他在柳静庭家中 听说平话 遂来静庭家中询问 至门守 下马进入 见静庭手指骨板 在那里 眼说平活 朝宗坐在一旁细细宫听 遂高声说 目下是什么时候 还在此听说平话 朝宗不知何故 即问约龙老为何在此惊慌 龙友说 你还不知魔 如今左梁玉领兵东下 要抢南京 且有亏似北京之意 何成失措 即本兵雄名誉 亦束手无策 知小弟与凶士好友 故托帝前来恳求 文德尊翁老先生 乃名南侯之恩师 若肯发一手遇 必能退却 不知是凶主意如何 朝宗说 这样好事 怎肯不做 只是家父罢 正灵权 纵肯发书 未必有计 旷王返二 三千里 何以节目下之为 龙友说 吴兄诉称豪侠 当此国家大事 岂忍作事 何不带写一书 且就目前 令日 丙之尊翁 料不见责 朝宗文言 欣然说道 这应急之变 倒也可行 后帝回家 大家商议 龙友促之曰 事不宜迟 即刻发书上恐不及 哪里等的商量 朝宗遂命静停巡一花间 及时修起一封祖书 帝与龙友 说 可在这雄司马改正好 头龙友说 不必改正 待我说与他知道就是 但书是有了 头地之人 必须这一 妥老臣这方可 朝宗说 投书人员是要紧的 哪里有这样人 二人正在寻思投书之时 呼静庭力起身来 向二人高声说 养老爷 侯相公 你二位不必作难 呆老柳走一遭何如 龙友欣然曰 静老肯去 是极妙的 是不可缓 你可诉背行礼 我回去 急送盘费过来 今夜务必出城才好 三人一拱而别 有一词说 那柳麻子英霞 词曰 一封书 全一带 仗柳身 舌尖口快 组回那 莽元帅 万马城中 保住这好江城 三山 且说柳静庭 将朝宗书 炸包裹妥当 背上行礼 小行夜宿 冲锋冒雨 沿江而来 行不暑日 远远望见武昌 静庭喜约 已到武昌城外了 待我放下行礼 在草地下打开包裹 换了靴帽 好去圆门投书 遂将衣服更换 不慌不忙 进往圆门上来 见了中军官 朝上一拱 说 凡将军禀报元帅 说有何内纪书人要见 中军说 这时候 还有什么书信投地 你莫不是逃兵 或是留贼戏作吗 静庭答说 我若是逃兵 怎肯自寻圆门 要是戏作 一段不敢凭空唐图 时有秘书一封 要见元帅当面交地的 中军见有书函 不敢隐瞒 遂及几股丙之元帅 梁玉即刻升堂 换中军问 有何军情 早早报来 中军禀说 别无军情 只有一叉人 口称投书的 要当堂面投梁玉文言 遂吩咐开门 叫大小三军小心防备 若是留贼戏作 即刻拿下 这他悉行而尽 静庭剑园门大开 刀枪密布 中军守直令箭 传说 投书人西行而尽 静庭坦然进来 毫无惧色 行至大唐眼前 朝上一一说 元帅在上 晚生拜一了 梁玉和约 你是何等样人 如此放肆 静庭说 一介平民 怎敢放肆 持有秘书一封 特来投地 梁玉问说 是何人书寒 静庭答曰 是何难归得府 侯老先生寄来奉后的 梁玉说 侯司徒是俺的恩师 你是何人 来此投地 书在哪里 静庭将书呈上 梁玉接来一看 就吩咐掩门 请静庭到后堂说 尊客请坐 梁玉遂将书拆开一看 曰 这书中文里 一时也看不透彻 无非劝俺阵守边方 不可宜兵内地之意 转问族下贵姓大号 与侯老先生有何瓜葛 静庭答曰 不敢 小字姓柳 草号静庭 遂极限上查来 静庭皆查在手 梁玉对静庭说 族下可知这座武昌城 自张县中一番焚略 时事久空 俺虽阵守在此 缺草伐梁 日日古噪 连俺也作不得主了 静庭闻言 弃说 元帅说哪里话 自古兵随将转 哪有将随兵移的 遂将查中摔于地下 梁玉怒曰 这等无礼 竟把查中值得 静庭笑说 晚生怎敢无礼 一时说得高兴 随手摔去 梁玉说 随手摔去 难道你心作不得主魔 静庭应说 心若做得主 也不叫手下乱动了 梁玉爽然约 静庭讲得有理 只因三君恶得极了 静不问一声 而又说 我倒忘了 叫左右快摆饭来 静庭于是以守魔父说 好饿 好饿 梁玉见他如此光景 遂催说 可恶奴才 还不快摆 静庭起身说 等不得了 往内里吃去罢 说完往内里就走 梁玉怒曰 你何进我内里 静庭回顾梁玉说 饿得极了梁玉喝曰 饿极了就许进我内里吗 静庭笑说 元帅也知饿极了 不可静内里磨 梁玉笑说 句句积俺的短处 好个蛇变之事 俺仗下少不得你这个人里 岁又问说 你与静生往来 必有绝技 正要请教 静庭说 晚生自幼诗学 偶读几句也使 信口演出 曾蒙无乔犯大司马 同城和老乡国谬家赏赞 岁而得交静生 时报惭愧 梁玉喜约 竟不知静庭有此绝技 就留在碧衙 早晚领教罢 正是 口爽舌便滑稽是 鸭雀壮胆并雄心 为之后事如何 再看下回 便知端地 第六回软学是 怀愿静蝉阳之县 登楼报应且说 静庭持书武昌 见了左梁玉远朝静奉 说得他心神俱动 就梁之义 大半停止 南京文武 由怀一句之心 遂奏文朝廷 加他官职 因他子职 又知会各处都府 并再成大小文武 其极清一堂 公同记忆 祝他良响 此不过孔头书未稳 以安良欲之心而 因而记忆诸文武 不论霸直 贤员都有传单 而杨文聪 阮大臣诸人 亦在船内 遂各官代早 至清一堂中 伺候一世 哪知阮大臣 怀恨 雀怜之贤 遂深暗害之心 一见龙友便说 胸可知左良欲 举兵就良 竟有萧强人勾引 只怕左兵一到 还要私放城门 引兵入城 此事不可不做准备 龙友说 这话恐未必阙 况你我皆细废员 闲患 且莫清言 大臣说 小弟时有所闻 岂可隐秘不言 二人正说未了 只见淮安曹府 史可法 凤阳都府 马士英 据道 龙友与阮大臣 以及文武 各官迎进尸礼 作弊 史可法问说 本兵雄老先生 为何不到 长班柄说 今日有只差 往江上点兵 去了 马士英说 这等 会议不成了 唐左兵到来 如何是好 杨龙友打工说 老先生不必申忧 左梁玉系侯司徒就促 所以发书劝止 料无不从者 史可法皆说 学生一闻 此举虽然雄司马之意 时皆年兄之功也软大臣 岁从中赠曰 这道不知 只闻左兵之来 怕是必同年侯寻之子侯方 欲略中沟通所致 他与左梁玉相交最密 常有私疏往来 若不早出此人 将来必为内应 为祸不小 马士英说 有理 何习一人 已献满城之命乎 使可法福然不悦 说道 这也是莫须有之事 那侯方欲却是必是凶 他在附设中真真有身 岂肯为此 旷软老先生罢贤之人 国家大事也不可阅位乱讲 陷害证人以伤功道 遂起身向众人一拱 道 今日之事大概不能一了 小弟告别 遂愤愤而去 软大臣见使可法如此光景 遂恨道 使兵不怎么就服依而去 小弟之言 却早可惧 闻得前日还托柳麻子去下司书里 龙有碎阵言道 这可大屈了他 静庭之去 小弟所使写书之时 小弟在旁 亏他写得恳切 怎反以起他来 大臣笑说 阳兄不知 那书中都有字眼 暗号 外人哪里晓得 是英文言点头说 是呀 这样人做事鬼诈多端 不可不杀 小弟回衙 急差人去访拿 遂起身向阳龙有说 老妹丈 就此同行 罢龙有说 请就翁先行一步 小弟随后就来 马是英语 软大臣臭味相投 遂并马而回 正是 邪人无正论 公皆私情 却说 阳龙有见他 二人说的 投机 必要暗害侯生 遂恨到 这是哪里 说起 侯生素行 虽未生之 只论写书一事 何等慷慨 为何反家谗言 乌他为暗钩之嘴 指的前去报信 叫他趁早躲避 遂近往里家别院而来 到了门首 只听得里面吹弹歌唱 甚觉热闹 急急敲门 里边见敲门甚急 开来一看 见是阳龙有 急报与猴生 这猴朝宗文说是阳龙有 遂同乡君并昆生 真娘一同下楼相见 笑道 阳兄高兴 也来宵夜 龙有叹了一口气 说道 兄还不知魔 幕下有天大 获释前来寻你 猴生文言 吃了一惊说 小弟有何获释 如此惊慌 龙有说 今日清一堂一世 阮元海对着大众 说你与左宁南侯有救 长通司书 将未内应 那些当是诸公 具有拿你之意 小弟孔兄有不测之祸 特报之 使兄托此其祸 其未宵夜而来 猴生说 我与阮元海素无生仇 为何下这般独守 龙有说 想必应却连一世太激烈了 故此老修便怒 真力闻此一段情节 遂催促猴生 说 事不宜迟 早早高飞远走 不要连累别人 猴生说 事已至此 旨得远避 只是燕而新婚 如何舍得 湘君正色说 官人素以豪杰自命 为何作此而女态 猴生说 是 是 但不知哪里去好 龙有说 不必慌 小弟道有个算计 会议之时 有草府使客法 奉府马舍旧在座 舍旧与严慎不相畏 亏使公一粒分货 且说与尊府 原有事宜 兄不如随他去 道怀扬 在后加信 似无不可 猴生闻言说 是哪个使客法 想了一回说 是了 使道临世家父门生 妙妙 多谢指引 乡君快快收拾行装 我即刻投那里安身去罢 但不知使公寓在哪乡 昆生说 闻他来金公干 常寓在市影园 待我送官人前去 说话之间 乡君已将行李收拾完备 这人挑出 与猴生携手 不忍赞舍 眷恋一回 遂及分别 说 暂此分离 后会不远 乡君挥泪说道 满地烟尘 料难再会 只愿郎君一路平安 幸胜 送出门来 大家洒泪而别 正是 恩爱方在秦农记 忽被西风集吹开 不知朝宗去投使公事体何如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忆盈利使公书 阻力新主马软成功 话说侯朝宗自从别了乡君来投使可法 使公见世事宜 又见他被奸人所害 遂留在营内 以为济世 文堂报言 刘贼李自成打破神经 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五日 一死眉山不胜惊慌恨 又文南经文五个官议论纷纷 也有以整顿兵马赴北京报仇的 也有说圣上已经一死 不如盈利新君 再图恢复的 立论虽多 定见无人 唯有奸臣马氏英与阮大臣同谋 倡议要盈利福王 以为功赏 朝宗一文此言 大家惊骇 不知是真是假 专后使可法回衙探望消息 正在忧疑之际 使公回衙 遂问道 使老先生 此姓若何 使公常探一声说 我使可法本贯河南 寄集燕金 刀中尽势 便值中原多古 经由淮安曹府申补南京兵部 哪知道任一月 遭此大便 万死无辞 今虽持此长江天险 苟言但戏 但一月无君 人心惶惶 每日一银一利 全无成说 至于北姓 有说北京虽失 圣上无恙 航海而南的 又有说圣上一死 太子已尖到南奔的 总不得真确 以至遥遥无主 却怎么处 正说之间 呼传进一纸书来 说是凤府衙门寄来的 使公拆开一看 便皱着双眉说道 这马摇草又讲什么 盈利之事 我看书中一死 属一福王 又说圣上 雀雀一死 太子逃走无踪 若果如此 纵不依他 他也尽自举行 旷福王招募 轮次也不甚差 今日答他回书 明日会稿 一同列明才是朝宗文立福王之言 遂大声疾呼 说老先生差矣 福王纷帆避乡 晚生知之罪惜 断断立不得 他有三大罪 人人拒之 老先生岂未闻呼 待晚生依依述来 求老先生参拙 福王者 乃神宗之骄子 母妃正是迎邪不法 因害太子 欲行自立 谋处转位 一大罪也 且秉性娇奢 于分番之时 将内府金钱偷窃殆尽 迎装满载而去 即寇逼河南 舍不得一文注想 以治国破家亡 贪财勿国 二大罪也 其父死于贼手 报失未葬 他竟忍心远避 陈此离乱之时 那名妻女 望复好色 三大罪也 有此三罪 君得有亏 如何可图黄也 旷又有无不可之说 第一件 车驾存亡 传闻不一 天无二日 名无二主 第二件 圣上果云 设计上有太子监国 为何弃储君而寻之夜乎 第三件 忠心之主 原不居定轮次 仿利应劫 以图恢复 乃为正理 第四件 孔强翻文之 沉积另立 其不自相攻击 第五件 小人携拥戴之功 专权自自 为祸却也不小 使公听了这一番言语 恍然大悟 说道 是 是 是兄高见 律的深远 前日见父使雷影作 礼不周标 亦有此论 就凡是兄将这三大罪 无不可之论 写书回他罢了 朝宗尊命 急着人秉竹摸摸 府间挥毫 在使公前将回书一挥而就 封了口面 用了图书 分腹外班 打发下书人而去 正是 群间为知悉荣贵 义人独敢进党言 且说使可法回了 马士英之后 再不提盈利之事 却有软大臣乃 马士英心腹之人 见使可法回书 又亲自来原门敬业 面意盈利福王 使公知他是为党 遂言行推决 不容敬见 扫兴回至马府 丙之士英 士英说 使可法书中有三大罪 五不可之言 胸襟去面伤 又推而不纳 看来这事他是不肯行的了 但他现握兵权 一唱此论 那九卿班里 如高宏图 江日广 吕大器 张国伟等谁敢进行 这盈利之事 只怕有几分不妥 软大臣说 使可法虽掌兵权 权无定见 老爷可写书 待晚生再去约会 四镇五城 以及薰七内侍 躺他们肯行 即便举行何妨 士英喜说 如此甚好 遂及写了一书 赋予大臣去约四镇 谁知四镇原是马士英 提拔之人 且无成见 一见约书 欣然许诺 约定本月二十八日 其父将都赢假 软大臣急忙回复士英 士英又问道 高 黄 二流之外 还有何人肯去 大臣说 有为国公徐鸿基 司礼兼韩涕周 立刻给士礼姑 监察御史诸国昌诸人 士英大喜说 薰卫科道都有个霸子 这就好了 我本是个外力 那几个五臣薰卫 也等不得不愿轻疗 目下血表如何列明里 大臣说 这有什么可证 找本近身 便懒来从头抄血便了 士英又说 虽则如此 万一驾到 没有百官迎接 如何引进朝去 大臣说 我看满朝文武 谁是有定见的 成鱼一道 只怕地殖民的 还挨挤不上礼 马士英听说大笑 阮老先生见得即是 随着人取了一本近身 将贤明一一开裂完备 整齐衣冠 收拾香包 打扬出成银架 因阮大臣本是废员 这不得关带 急着他全冲 则表官而 背负表香前去迎接圣架 那阮大臣 只图要攻不关 哪管被香支持 即欣然将表香背起 同马士英出城 竟往江浦而去 正是 只知奔走 求名利 尤人笑骂我不休 不知后事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涉朝 以奸臣大败守 结义侠女巨眉 且说福王自留贼 攻陷河南 其父训国之后 即逃避江浦 以经数载 不料北京失守 大刑皇帝生侠 南京奸臣 欲要拥戴之功 不论贤于 共立福王 为监国之主 于甲申年 五月初一日 叶陵已闭 贺域偏殿 有一般文武官员 如史可法 马士英 黄德公 刘泽清 等其拜丹池 上书高宏图等奏白 臣等功 请陛下早政大位 改元听政 以为臣民之望 福王文奏 乃曰 寡人外藩衰宗 才得良保 抚顺臣民之请 来守高地之功 君赴含冤大仇未报 有何颜面舔居正位 金赞已藩主监国 仍称崇真十七年 一切政务照常办理 诸清悟的尊尊 众寡人之罪 众臣文言 其身呼约 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人君圣主之言 臣等敢不遵旨 但大仇不亦速报 大魏不可久失 江湘不宜缓设 警惧提本 服后裁决 内使传上提本 福王揽必说 揽清等提本 急急以报仇 复国未请 俱见忠捆 至于设立江湘 寡人自有主义 众轻且退五门后止 众官府府退出 不一时 内奸盆只宣读 奉阳都府马士 因倡议盈利 公居第一 即申补内阁大学士 兼兵部上书 入阁办事 立部上书 高宏图 礼部上书 江日广 兵部上书 使可法义 皆深补大学士 各兼本牙膏 红图 将日广入 牙半市 使可法者 都师将被 其余部院 大小官员 现任者 多家三级 缺者将 赢嫁人员 论功选部 在四镇五城 进南侯黄的功 新平伯高杰 东平伯刘泽清 广昌伯刘 两左聚进侯爵 各回训的 谢恩众人 谢恩以弊 使可法遂 向皇的功等说 老夫直居本兵 美宜不能 克服中原位 此 圣上命案 都师江北 努力报效 经与列侯约定 于五月初十日 其极扬州 共商复仇之事 各须努力 悟得迟言 老夫今日走马道 任去也 马氏应见 使可法已去 众官聚散 乃孝说 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 好快活人也 江玉出门 又见阮大臣探头探脑在那里 按桥 遂问说 那不是元老摩 你从哪里来 阮上前身身一功 道 恭喜老公主 果然大败了 今遇何往 穆下立国之初 诸事未定 不要较高 将二位夺了大权 何不入阁半市去 世音说 元老说的即是 大臣又赴耳说 老师相盈利有功 或此大魏 晚生奔表意 有为劳 如何不见提起 世音说 你不听见宣旨 各不缺远许将 盈利之人续补磨 大臣喜约 好 好 还求老师相提拔 世音说 你的适合用多主 学生出入内阁 为安基务 你来帮一帮 也好各以小心 大臣及替世音报护 进内阁去了 有七言绝句一首 诗约 殿阁东偏小雾黄 新餐之正气昂昂 过江同事从龙宴 也不经接报护囊 且说福王四位之后 推江盈利官员 不论咸鱼 一概不用 是以杨文聪补了礼部主事 阮大臣仍以光禄启用 至于月祈节 填养等一阶不关 此数人者皆细马 是因同党 故依依的补官职 是因草府缺人 该推生田养 不料田养之以将生草府 遂有取妾之意 但一中无人 莫可如何 谁知阮大臣 前窥田养之意 遂向田养说 田年兄今生草府 官列极品 不知有几位贵宠 田养达到 兄还不知魔 帝家中只有捉襟一人 并无避窃 左却有心要密一人 但无众议者 事已迟迟 阮大臣说 帝文青楼中有一妓女 名为乡君 身得千娇万妹 真正绝代佳人 龙有阳兄 与她交后 何不托她一言 成全此事 田养文言 欣然起谢说 多猛指教 明日我及 阮龙有兄 带未求之 遂别了大臣 回家对上 白银三百两 送到阮龙有处 以作聘金 求她带聘香君 未且 这龙有一时 错了身意 要奉承那新草府 遂者长班 换清客丁祭之 女客便玉京 托她二人未眉 不料 丁祭之等 因宏光 要将阮大臣所献 燕子坚 超登总纲 选她们入内较演 特来央肯扬 龙有奖请免选 是长班方要去请 哪知 他们却在门前 长班见了 依依问了姓名 说 老爷正着我换你们 来得恰好 你们候着 待我禀报 遂及禀了龙有 龙有喜约 来得凑巧 这他们进来 据随常班进入 见了杨老爷 据各跪拜 将求情的话 说了一遍 龙有说 这也不难 明日开列名字 送到阮元海那边 叫他免选罢了 诸人听见此言 据各叩头拜谢 龙有说 你们起来 你们的是我已应成 我有一事 还求诸位攒住 事成自当重谢 丁继之等问说 不知老爷有何事用 俺们 龙有碎江田 养养他为眉 要取乡君 为妾的话 说了一遍 丁继之等问 要取乡君的话 大家聚咒着眉头说 乡君自侯身别离之后 平击不下庄楼 这事只怕难成 且老爷与他母亲 是后交 何不轻去说明 或者不好拒绝 龙有说 我曾替朝宗作罚 书龙乡君 今日又教他嫁人 怎好敌面去讲 还凡众位立位 呆的是臣 自当重谢 丁继之等不敢再言 遂辞了龙有 来礼真立愿礼来 走到里面 只见 记记空楼 绝不闻真身敌运 缠缠交融 何曾去迎客送兵 二人大声呼曰 真立在家谋 乡君听见有人叫他母亲 望楼下一看 说 便姨娘同丁大爷来了 请上楼来坐 母亲不在家 二位光匠 有何事情 便玉京说 我们并无事情 我们并无事情 一来为你清冷 特来伴你 二来有意喜事 抱你之道 乡君说 夫君远离 有何喜事 丁继之岁将龙有托 他们说没 教他改嫁 填养的 话说了一遍 乡君闻丁继之言语 满眼垂泪 说 丁大爷说哪里话 乡乙嫁喉狼 只知终身 医者喉生 及经远去 这定情失散 便抵过万两雪花 且奴福宝 不愿为诸门逝窃 请大爷 姨娘回绝他 不要认错题目 话未说完 正妥娘 叩白门二人走上楼来说 乡君 这是养老爷好意 连你清苦 特寻一富贵之家 这你去受用乡君说 我不图富贵 嫁人的话修向我讲 我只知猴狼 是我终身之一 任他富贵充盈 放不在我乡君眼里 请早回他 修得在奴面前 说那些美脸此事 污我乡君之耳 说完 竟抽身走进卧房 抛下这些人也绝无趣 遂各下楼而去 正是 一点方心栓的定 朝朝楼上望夫君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逼上叫面 血剑善师巧技 此母代价且说 乡君推绝了众人 终日在楼上守定 失散 盼望喉郎回来 不觉已到十月天气 谁知首辅马 是因执掌朝纲 为知乎彭聚党大权在手 不过抱怨复仇 一日 因万玉园中红梅出放 要请杨龙友 阮大臣 月祺杰 田阳等一般小人 同赏红梅 那杨龙友 阮大臣二人见铁 即在士英门房 伺候传呼 士英知他二人已到 遂传他敬见 二人敬的门来 见了士英 百般奉承 千种邹魅 难以言述 士英笑说道 今日天气为寒 正已小颖 才下朝来 日已过午 昼短夜长 短了三个时辰 二人打工说 士阶老师相调 谢之功也 士英又问 月田二位怎不见到 长班柄说 月老爷致漏发了 早有辞帖 田老爷打发家眷起身 晚间才来辞行 士英说 既如此 吩咐百席 士英上座 二位傍作 饮酒之时 说了些身千贤话 讲了些奉承击去 大臣趁势 就身陷害 湘君之心 岁向士英说 老师相 今日花间雅极 梨园可以不用 但对此个花 也少不了一身 小风残月里 士英笑向龙友说 老妹仗是在行的 看有何人可以成英 这长班去换 龙友说 于皆平平 现有旧院里 湘君心学 牡丹亭 道也唱得出 士英急着 长班去换 大臣顾问说 前日填百元 用三百斤 要取作妾 想必是他 龙友说 可笑 这个呆丫头 要与侯朝宗守节 断断不从 我这人 网说数次 竟不下楼 士英文听此言 怒道 有这样大胆奴才 可恶 可恶 大臣来士基说道 田草府是老师相相亲 被他羞耻 所观非小 长班上前并说 小人走到救院去换乡君 他推脱有病 不肯下楼 士英响了响 说 也罢 叫几个家人小司 持着彩礼三百两 携着衣服 抬着轿子 进台他送到田草府船上去 家人领命急走 阮大臣向龙友说 家人未必认得乡君 躺货错了 却也未辨 杨年兄同他前去 方宝不错 士英说 这却也好 龙友敬同家人 往乡君家去 来到门首 家人一起敲门 真利见教门甚急 急着人开了门 见教夫 登龙随着阳龙友进来 龙友说 他们是马相爷家人 拿三百两银子 要替田老爷来取乡君 快快打发上教家人 将银子地与真利 说道 银子在此 快些打扮上教 真利见此光景 将龙友扯了一把 同往乡君楼上来 教开楼门 将此事一一告知乡君 乡君说 杨老爷是腾暗母子的 为何下此毒手 杨龙友说 不甘我事 这是马相爷 动此一举 依我说 趁早收拾下楼 这一般恶奴 甚难之无 乡君文言大怒说 杨老爷说哪里话 当日是你作梅 将奴嫁与猴郎 现有失善未证 遂江山取来 向龙友一声 说道 这首诗老爷也曾看过 难道忘了不成 我与猴郎继承夫妇 举案其眉 故事万幸及生离死别 亦当使致迷他 如何再嫁人 以伤风化 说还未了 只听楼下家人 骑声喊叫 夜已生了 快上轿 还要赶到船上去里 真丽说 事已到此 也顾不得你了 杨老爷抱定他 待我替他梳头穿衣 抱他上轿吧 乡君手持诗扇 就如防身宝剑一般 前后乱打 极致草草装完 龙友方向前一抱 哪只乡君向楼板上 一头撞去 鲜血乱喷 晕倒在楼板上 不省人事 真丽见乡君如此光景 又惊又疼 说我儿苏醒 把花蓉碰了个稀烂 血流满楼 连诗扇都见坏了 宝儿暂扶他到卧房安歇 再做商量 正是 奸臣要卸旧愤 纳管美人花容 且说乡君将头面撞坏 见乌尸善 以扶到卧房安歇 正在急忙之时 楼下家人又喊说 夜以三更 骗去银子 不打发上轿 我们要上楼拿人礼 龙友遂向楼下说 管家不要忙 略等一等 他母子分离难舍 其实可怜真丽闻听着忙 说道 乡君碰坏 外边深深要人 这可怎处 龙友趁势就说 那宰相势力 你是知道的 这番直傲 你母子不要性命了 真丽向龙友叩头 哀肯求救 龙友寻思一会说 事已至此 没奈何 只有一拳一之计 真丽问说道 何拳一之计 求老爷素为止事 龙友说 昌家从良缘是好事 三百彩礼也不算吃亏 驾各草府也不算失所 旷到他家 真修冲口 零罗事体 一身也吃穿不尽 乡君既无福享受 你不如移花换木 替他嫁田养走糟 却也省得得罪相辅 亦且免种家人罗 不知可否 真丽说 这可断断使不得 我与湘君年纪既不相弱 且亦使我哪里舍得家私 躺或有人认出 更为不便 龙友说 这却无妨 我说你是湘君 谁能辨别 你说舍不得 这些恶奴硬要抢了去 看你舍得舍不得 你今若与湘君一样之傲 我就不管了 任那家人横行吧 真丽闻此一段言语 低头暗思 说道 湘君已经碰坏 家人又急要人 躺羊老爷走开 不管 教我如何支持 不如赞从羊老爷之际 替孩儿走遭 遂像龙友说 老爷包管无事 老生不免代替 只是落下湘君在家 无人照顾 如何是好 龙友说 你可放心前去 却是你的造化 湘君在家 我自时常照应 真丽无奈 急忙收拾完备 将彩礼交与湘君收存 再三叮咛嘱咐 遂别了湘君 拜慈隆友 走下楼上了轿子 随众家人 竟往田仰传上 陈青 正是 一时舍了声歌对 不知今夜半啊谁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应染善托 诗询续艳忧人 是酒骂奸 且说湘君 自从碰坏花容 母亲待嫁之后 绝机不肯下楼 不觉又是一月有余 一日 在楼上想起昨日之事 一阵酸心双泪交流 说 昨日用苦肉计 得碎全身之节 木金箍守空楼 谁是作伴之人 想起喉狼避祸 不知流落何所 妈妈替奴当灾 未知归来何日 较暗日夜 放心不下 今日独坐无聊 不免取出喉狼诗善 展看一回 你看诗善都被写点见乌 喉狼 喉狼 你哪只奴家替你守节 遂对善提哭一回 不觉困倦 将山压在庄台上 顿睡一回 却有苏昆生与杨龙友 放心不下 痛来看事 进的门来 见楼上既然无声 遂说 乡君不肯下楼 我们一同上去 谈谈霸上的楼来 见乡君睡卧庄台 龙友说 乡君意欲并损 困睡庄台 不必唤他昆生 见他山而 展在面前 取过一看 不觉惊讶 道 这扇面上 怎么有许多的红点 龙友说 想为昨日面 血剑屋 靓在此处碎 拿过扇来 剑上 缅血点 红燕飞长 说道 趁此血迹 不如天蝎之夜 替他点缀点缀 只是没有颜色 怎么处 昆生说 待我摘取盆草 扭取仙枝 全荡颜色 何如 龙友说 极妙 于是扭枝的扭枝 化善的化善 不一时化完 大笑一回说道 竟成者之桃花 可谓桃花山了 乡君正在睡梦之中 被他们惊醒 抬头一看说 奴家得罪 遂让他二人坐下 龙友说 几日不曾来看你 伤痕见已平复了 笑江山而地与香君 道 下官有一柄化善 奉赠庄台 香君皆善一看说 这是奴家救善 怎么有桃花几枝 昆生说 这是杨老爷救你的血迹 带为点燃的香君说 这桃花命薄 善底飘零 多谢杨老爷带奴血照 龙友说 方才点坏 得罪 得罪 你有这把桃花扇 少不得各顾驱周廊 难道青春受寡 竟坐各入月长而不成 香君道 说哪里话 那官盼盼也是烟花 何尝不在燕子楼中 官阁到老 昆生说 我看香君这般苦情 今世难有 静闻侯狼奉使公之命 同高节房何去了 不日我及海乡 待我寻着他 叫他使人搬你 管你夫妻团圆如何 香君一闻此言 到身下拜说 多谢师父 但愿早行才好 昆生说 待我明日凑些盘费 收拾起身 但须你一书才好 香君说 目下奴家心绪如麻 言不成文 哪里还能写书 把 把 奴的千愁万苦聚在汕头 就把这善儿寄去 全当一封书吧 遂即将山包封完备 地语昆生 千竹万丁 弃提不已 龙友又向昆生说 你可早行一步 见了猴狼 将一段苦劫说与他 他自然来取的 你回去收拾行礼 盘废无者人送来 肃行为妙 昆生说 多谢 待我明日起身就是 二人别了香君 下楼而去 正是 新书远寄桃花扇 就愿常观燕子楼 却说香君在 媚香楼中苦守贞节 日日盼望师父 找着猴狼 早早回来玩具 非止一日 哪知新主 红光信喜文莫 雅好女幽 欲将大臣所尽 燕子尖 被知声歌 为忠心一代之乐 因把王夺补了内阁学士 前千亿补了礼部尚书 阮大臣破格曲在内庭供奉 阮大臣因天言日 敬逢迎一宫 遂奏曰 陈所献 燕子尖 继蒙圣恩采选 宫人被知声歌 但孔申口不如首口 倾客强似叫手 不如广搜救院 大罗秦淮 将那一班妓女 清客选进宫来 叫她们叫眼 岂不省事 红光文奏 龙兴大悦 立刻传指 将秦淮救院中 清客妓女按名搜选 不得遗漏一名 因此丁继之等一般清客 便玉京等一般妓女 央求阳龙有知情 勾名免选 阮大臣丙之贵阳相公 通知龙友依依传 他们来交眼 乡君遂意在选中 逝日 乃已有新年 仁逢佳节 天降大雪 阮大臣同阳龙有 在赏兴亭 邀马侍应饮酒赏雪 要将一般清客 妓女带到席前宴看 清客 妓女中为丁妓之 便欲经改装出家去了 其余如张燕竹等 郑妥娘等以及乡君 拒押借赏兴亭看 乡君此时满心怨愤 忍气吞声 同众人而来 闻之宴看官儿 乃是马侍应 阮大臣 阳龙有三人 心自存道 难得他们凑在一处 正好图案 胸中之意 不一时 听见喝道之声 知识奸向马侍应来了 众计女同乡君 回避一边 只见侍应下轿 阮 阳二人迎接 百般丑态 令人难看 忽闻马侍应说 好一派雪景 这赏心亭上真乃看雪之所 你看雪压中山 原归方域 赏心盛世 无过此亭 三人谈笑一回 吩咐把卢柯 由句摆设起来 遂饮酒赏雪 饮酒树寻 阮大臣遂向长班说 选的妓女可曾叫到了魔 外班贵并说 都已齐了 叫上来 席前艳看 于是扣白门 正妥娘同乡君等一般妓女 一一上前扣头 马侍应遂各个艳看已完 吩咐 着他们赴礼部过堂去 罢阮大臣起身 并说 特令到此次后 九席的侍应说 继承二位亚裔 留下那个年小的在此臣应罢 他叫什么名字 外班贵并说 他叫李珍丽 是应笑道 这女子名叫珍丽 孔丽儿未必真也 上前来着酒 唱曲 乡君摇头说 不会是应说 不会唱曲 怎称明记 乡君满眼流泪 说道 暗原非明记 是应见他如此光景 问说 你有甚心事 容你说来 乡君碎高声说 妾的心事 提起来乱如飞棚 想前年把俺夫妻拆散 今日里又将俺母子分离 似这般奸贼携仇抱怨 坑杀平民 真比流贼还猛 是应说 有这些心事 大臣说 这女子却也受苦了 龙友说 老爷在此行了 不必只是诉冤了 乡君说 养老爷 你是知道奴的冤苦 也执不当的遗诉 列宫在上 听奴一言 半壁南朝 全望儿等扶持 正已统兵选江 报仇雪恨 以恢复北京 才不愧忠臣 哪知儿等为 斯西贵求宠 选情怀之计 真清楼之客 以昧月朝廷为事 今日 当此雪海冰山 游着安培商奏勇 望重真一死之仇 途经朝一时之乐 岂不可愧 岂不可恨 是英文言怒道 这女子胡言乱道 该打嘴了 大臣与龙有句说 当今内阁在前 不得放肆 乡君遂大骂说 你这一般焉儿当子 免着颜面在人面前 不知羞残 呼亲父 称前子 乳身见行 真愧斑连 你今日苟障人士 把人来读完 恨只恨心均行宽 加不到你这奸臣身边 大臣文言怒道 好大胆 骂的是哪个 快快拖下去 丢在雪中 这奴才对着 内阁大人这等放肆 我们都恪罪了 岁下席用脚 将香菌痛踢一顿 龙有一面劝指大臣 一面拉起香菌 是英说 这样奴才何难处死 只怕防暗宰相之度 这人送入内庭 剪几苦角色 叫他去当 拉下去 好好一个雅惠 被这丝脚乱坏了 可笑 可笑 软 杨二人连忙打工赔罪 说 得罪 得罪 忘起海寒 令日结成罢 正是 心静一回春雪桌 客修应斩美人头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熏丰殿君臣选戏 虽周辰江醋 被秦雀说 杨龙有自乡君辱 骂软大臣 在雪中就起 送入内庭 又孔妹香楼 无人看守 将蓝田书召去 赞助 看守不提 适日 新主洪光将 那般亲客 继女剧 选入熏丰殿内 以待选定角色 好去串戏 哪知生 但丑角 不懂其意 阮大臣在内庭供奉 遂先在那里 查看妓女 不见湘君 问说 李真丽怎么不见 众人说 自从雪中一叠 至今忍痛 还在那廊下 握着李大臣说 胜驾将到 选定角色 以便串戏 哪理由的他 恨到 这个奴才可恶 今日尽脚 少不得借重他了 正说之间 忽闻终身 想处 见二间守 直龙扇 引着红光出来 坐于龙位之上说 寡人登及玉宇 将近一年 幸亏四镇阻挡 留贼不能南下 左有叛臣 倡议玉力路翻 左已不拿下玉 目睛外舞不来 内患不深 正在采选淑女 策立正宫 这都是小事 只是正想帝王之尊 无声色之凤 端居高拱 好不闷人 阮大臣在旁奏约 城光路四清 阮大臣恭请万安 红光令其平身 对阮大臣说 目下正值阳春 残雪枣花 真耐寡人拥有眷耍 何故 大臣贵起说 圣上音响太平 正宜行乐 拥有眷耍却是为何 红光说 正的心事量 轻易因知之 大臣明知 故作不知 假作茫然之状 起曰 为臣愚昧 圣律高深 时不能窥测 浮望明白宣誓 以便分忧 红光说 正欲你知道罢 正贵为天子 何求不得 只因亲所献 燕子间 乃忠心一代之乐 点缀太平第一要事 今乃真月初九日 尚未选定角色 万一误了灯节 岂不可恼 因指王朵所书 对连云 万事无如悲在手 百年几件月 当头一年能有几元宵 故此愁躇 请善俱简而 大臣跪在殿前 说 原来为此八里之躯 有忧胜怀 皆为臣之罪也 敢不鞠躬尽脆 以报主之 但不知内庭女乐 少何角色 红光说 别样角色还可将就 只身 但 小丑不切正义 大臣奏曰 礼部送尽清课 既女线在外乡听后拣选 圣上宣旨 传他们进来拣选可也 红光准奏 即转着大臣宣旨 传他们进殿 红光见了这一班人 一一问说 你们可能串那新出传奇 燕子尖 摩 众人应说 都曾串过为乡君 伏伏不严 红光问说 那个年小歌技 何故不严 乡君起奏 自幼不曾学过 大臣成姬奏道 他既未曾学 可按立音排他做丑脚 学过的立音做生 但红光说 既有定力 依亲所奏又问乡君 你既不曾学过 燕子尖 别的可会磨 乡君又奏 曾学过 牡丹亭 红光说 你即将 牡丹亭 演唱一番 乡君面带羞容 红光说 看他粉面发红 像是腼腆 赏他一把桃花扇 便演春色乡君持善 谢恩起来 唱曰 为圣的玉珍重塑五零元 也只为水点花飞在眼前 是他天宫不费买花钱 则咱人心上有提红愿 可 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懒化眉 红光喜约 此女生容俱佳 排他丑脚 太屈了他 不如将那个黑色的换过来 罢音者尝试针灸 痛饮一回笑说 那两个已能唱演 这年少的也不难学会 眼见的雾步了元宵佳节 振兴胜绝心性 尝试 再争久来 呆振羽儿等打一回十番 寡人善于打鼓 你们各任乐器 快快打来 遂打了一套 雨加雪 打完 大喜约 寡人十分忧愁去了九分了 尝试 可将望夺超的凯本上于此女 令他就在熏风殿中 三日念会 好去上枪演唱 那会的可领他入班 大臣与众人拒各领指退出 为乡君在熏风殿中读念脚本 正是 纵有春风无路入 长门关注必桃花 且说侯朝宗奉使功之命 同总兵高杰来随周防和 真奈高杰性器乖章 当面将总兵许定国则骂 朝宗恐其条起争端 难以收救 遂面见高杰百般劝解 那高杰乃有永无谋武夫 怎肯听朝宗之言 朝宗俱获灵不测 遂立此高杰 逃顿而去 以后高杰意气洋洋 有福是一切之状 不义许定国听他夫人侯示秘迹 诈使人手持应符去 请高杰进城赋宴 点查军马 高杰哪知试迹 岁代心腹二将 往许定国属内饮酒 点查而来 定国插人在桥头跪接 高杰行至桥头问说 你是何处插官 众人曰 小人们是许定国插来的 又问 那许定国为何不来 众说 许定国卧并不起 特着小人们送排印来 请元帅进城饮酒 以便查点军马高杰绝不一计 欣然收了排印 同众进了茶院 吩咐 拿酒来 呆安痛饮一回 好去查点军马不一时 酒言齐备 高杰同二将饮酒 不绝大醉 才要起身 呼听炮响了一声 许定国家将手持利刃 将高杰二将聚各杀死 独不见高杰 大呼曰 高杰走脱了 快询 快询 一起点起火把 各处找寻 亦将仰视而言 说 顶破船瓦 想是爬房了 亦将往房上 一看说 那楼挤上隐隐 绰绰似 有人行 快快放箭 高杰无奈 跳下楼来 被众人拿住 认了认 见是高杰 说 拿住了 高杰大呼道 俺是皇帝 差来防河的 谁敢害我 众人说 俺只认得许总爷 不认得你什么黑的 黄的 快伸头来 高杰顿足说 回不听朝宗之言 至有今日 将脖子一伸 取我头去 众人将高杰首级 献于许定国 遂令众将晨夜 悄悄出城 带着高杰首级 投北朝来线 就领北朝人 马渡河南下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苏教师 落水逢顾侯公子 赴南建盟话说 高杰已被许定国 转杀 持其首级投顺 北朝宪攻而去 黄河岸上 竟是逃命兵足 沿河奔跑 石苏昆生 受了乡军之托 一心要往高杰 营内寻找朝宗 背着包裹 雇了一个驴 而其召集走 哪只高杰逃窜兵 马在河岸上逃命 昆生正走之时 只见数十个逃兵赶上 把昆生一推 推下河中 夺旅跑了 幸而昆生落在浅处 水也不慎溜 立在水中 头顶包裹 高声呼叫 救人 救人 正在危急之时 见前面有一小舟 一男子撑着 方玉搏船 船中有一瓶婆唤说 驾长 你看浅滩中有一人喊叫救人 想是落水男人 你我撑过船去 救他一命 饥个应得何如 周子说 黄河水溜 不是当耍的 瓶婆说 人行好事 大王爷自然加护的周子 听瓶婆之言 急忙撑船至浅水边 呼说 快快上来 何该你不死 昆生见周子升高在面前 碎攀高上船 满身湿衣 在船头上指示打颤 说 好冷 好冷 周子说 待我拿身干衣服来与你穿 换昆生说 多谢 周子取了干衣 昆生脱下湿衣换了 那头便拜说 姓蒙驾长捞旧 得已不死 真案重生父母只顾叩头 周子说 不甘我事 亏了这位娘子 叫我救你的昆生文言 急向舱中拜谢 抬头一看 大惊 你是李真丽 为何在这船上 婆子一惊 仔细看了看 道 那不是苏师父 你从哪里来 却落在水中 二人各挥类相认 坐在舱中 昆生将将将军 拖他祭善寻找朝宗 闻他在高洁鼠内 找寻至此 不料被乱兵夺驴 先在水中 幸遇娘子捞旧 此恩非浅 且问真娘 你寄入田府 怎得到此 真娘面带羞容 说 我自那夜被马士英家丁台 送田养船中 熟知田养夫人 甚是极度 一见我上船 急与田养思闹 不容我在船上 田养巨内不敢为傲 虽将我转嫁 这个嫁长 却也相得 只是日夜挂念相君 不知他近来光景何如 周子在旁见他 他二人说到伤心处 知他二人原是旧事 遂向真丽说 娘子 你且取盆火来 给这位老人家 烘干衣服 你们再续吧 我要睡去 李周子遂向后舱 李顿睡去了 正是 闭门不管窗前月 吩咐梅花自主张 且说二人正在舱中 轰衣续化 只见河内有周子撑船 一人在舱坐着说 驾长 这是旅粮地方了 扯起棚来早赶一尘 明日要起早李称 船人说 相公 不要心急 这样风浪 如何行的 你看那边有一船 搏在那里 我们一凑搏一处 暂住一夜 四风席浪 进时再往前去吧 舱内说 凭你罢岁将船一搏在 甄丽船边 舱中人说 惊魂烧定 不免略 顿一顿岁 卧在船上睡去 昆生在船上 轰衣 与甄丽讲话 见一刻船来帮搏一处 周中有一袖室 虽然天黑看不分明 说话声音有些耳熟 岁放所轰之一 出舱来问周子 你那船要往何处去的 也不在此 周子说 我送一乡公 往归得去的 昆生说 我亦要往归得去的 不知你乡公是何等样人 周子未及回答 早已惊醒朝宗起来 问驾长 你与何人说话 将我的梦头惊醒 周子说 要往归得去的 一位老客官侯 伸出舱一看大惊 问道 那船上站的 莫非苏昆生魔 昆生一看 就说 莫非猴相公魔 我哪里不曾寻到 却在这里 真娘快来 猴狼在此 真力出舱来一看说 猴狼 你好父亲 将我女儿抛在院中楼上 怎再不去看看 猴生说 我应必获 随着高洁房和 故而未回 你二人既在此 想必相军亦与你同在船上 快请来相见 真娘说 相军果在此 岂不是天大喜事 只是相军从你避祸之后 日夜撕你 足迹不出楼门 是有一大官央龙有羊也持赢三百两 三番两次要取相军 为妾侯身为等说完 集顿足说 我的相军 怎地他改逝了 真娘说 他原不曾嫁 相军立志替你守洁 碰死在楼上侯身大哭说 我的相军呀 怎地便碰死了 真娘说 死是不曾死 碰得鲜血满面 不能动疑 楼下还深深要人 一时无奈 妾身全冲相军 替他嫁了田阳 侯身喜约 好 好 你竟嫁田阳了 今日坐船要往哪里去 真娘待休不语 昆身说 他为田阳度父所足 如今转嫁 这船上一位将爷了侯身微笑说 有这些风波 可怜 可怜 因问昆身 你怎得到此 昆身说 相军在院中日日判你不回 特托安池书寻你 侯身问 书在哪里 昆身将包袱解开 取善地与侯身 侯身接来一看 道 这是小生赠他的定情失善 怎说是书 又看了看那一面 道是谁画的桃花 昆身碎把香菌碰破花容 见乌扇面 龙有天上哽咽 成了几只折之桃花 说了一遍 侯身仔细一看 见果然是些血点 碎满眼流泪 说 害死我的香菌了 这桃花扇真是小生至宝 少不得朝夕叩拜 但不知怎地在你手中 昆身又将以善代书的话 说了一遍 侯身不觉大哭 香菌 香菌 叫小生怎生抱你 又问道 你怎生与真娘同在船上 昆身碎江黄河岸上 遇着乱兵 被他们推在河中 幸亏真娘者 驾长捞旧的话 说了一遍 又问侯身 你在高洁鼠内 怎得到此 侯身亦将高洁不听见言 辞了高洁 后高洁被许冰刺杀 恐许冰踪击 买舟难度 从头说了一遍 昆身说 既然如此 且到南京看看香菌 再做道理 侯身欣然说 有理 墓下怕有人踪击 快快换衣 大家开船去吧 遂及别了真娘 同昆身开船 往南京而来 不知可能寻着香菌 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密家人楼 头提画坊 故有书店 被请且说 侯朝宗 同苏昆身登州 星夜望南京 进发 信喜风顺 周快 不暑日来到南京 天晚无奈 寻殿赞速一消 四日天明 这昆身在殿中 看守行礼 自己绣着桃花扇 直扑情怀而来 不一时 到了香菌门守 但见双门虚眼 仁宗祭祭 用手推开门而 侧身而入 早已来至魅香楼下 朝宗心里自寸说 这是魅香楼 你看祭祭寥寥 香连昼卷 想是香菌春眠未起 暗且不要换他 碎手提罗金 足倒楼梯 悄悄上楼一看 只见歌楼 武谢竟改成个画院 不觉失惊 又想了一想 莫非香菌替我守洁 不肯做那清楼旧态 故此留心丹青 消遣春愁吗 又看一看 说道 这是香菌卧室 待我轻轻推开 看香菌在内作甚 方欲进前 又见封锁严密 道向酒不开的 无奈此对彷徨无措 如有所失 正在惊疑之际 呼听楼下有步履之声 望下一看 见一人手持画肩上楼而来 其人一见猴身 大经约 你是何人 上我御楼 侯身答道 这是我乡君庄楼 你为何遇此 其人说 我是画士兰英 宾科杨龙友先生 送鞍座狱的侯身说 原来是兰老先生 久仰 兰英问道 台兄尊号 侯身说 小生乃河南侯朝宗 也是龙友就教兰英文明大经 哎呀 一声 说 文明正耳 才的会面 请坐 请坐 侯身坐下 急急问道 我且问你 俺那乡君哪里去了 兰英说 已被选入宫去了 侯身一文入宫之言 不觉神色巨师 两眼垂泪说道 怎地被选入宫中 几时去的 你看冤青静眼 残怕犹在 好叫人堵物伤心 想起小生定情之日 桃花圣花 映着促心心一座庄楼 不料美人一去 凌落至此 今日小生重来 又指桃花圣开 对景处情 怎能忍得住 不觉泪如泉涌 静止不住 正在悲堤 呼闻有喝道之声 见到门手 报说 兵科养老爷来看兰香宫 门外下叫了 兰英慌忙迎上楼来 龙友一见侯身 作医问说 侯兄几时到来 侯身说 是才来的 尚未奉拜 龙友说 文兄一向在始宫墓中 又随高兵部防河 昨见堂报 高节于真月初十日 被许定国所杀 那时凶在何处 侯身说 小弟见高节 领辱许定国 立位劝解 高节职而不听 小生彼时 孔生或端 遂辞职回乡 欲扶着家父逃避山中 孔许兵踪迹 遂又买周难来 陆遇苏昆生 慈善相仿 指得连夜奔来赴约 竟不知湘君已去 请问是几时去的 龙友说 他是真月八日 被选入宫侯身 又问道 几时才得出来 小生指得在此等候 龙友说 湘君出宫遥遥无奇 且此处又非酒恋之地 道是别寻加利霸 二人续谈不已 蓝音在旁画画已完 二人抬头一看 剑氏画的一幅 桃园图 问曰 凶氏替和人画的 蓝音说 是为张瑶欣先生 新修起松风格 要表作照片的 喉生赞道 妙妙 为智 点燃全非精灵旧派 蓝音说 见笑 就求先生提勇 为捉画深色 喉生谦虚道 只怕血坏 有污名笔 碎提笔一挥 永成七言绝句一首 诗曰 原是看花洞里人 重来哪的便迷惊 于狼狂指空山路 留取桃园字必情 归得侯方 欲提龙有读了一遍 说 家具 欲意深远 似有为怪小弟之意 碎起身来说 侯士兄不必埋怨 如金马 软当道 专以报仇为事 恰好八日设 习幻香军攻畅 香军性气 手指二攻大骂一场 阮原海将香军推在雪中 用脚去踢 幸亏小弟在旁十分解劝 送入宫中 赞保性命 士兄不必练练于此 孔为小人所算 侯生文言说 是 是 小弟即刻告辞 遂辞了蓝田书 下楼坐别而去 正是 嫦娥一入月中去 乌霞千秋空白云 却说南京地方 三山街上有书方一座 乃是蔡义安开设 铺内书籍冲香迎价 列四连楼 不但新南泛北 鸡骨堆金 而且严批妙选 金刻善应 无不拒全 这一日 蔡义安开了门面 挂出招牌 又因今乃已有相识之年 准了礼部上书 前千亿的调奏 要及正文体 以光心也 遂聘了名手陈定生 无次伪诸人在内删改批评 应将封面一纸贴在檐下 以便发买 不在话下 且说侯朝宗文杨龙有之言 急急回遇 将香军入宫 兼软报仇之事告知昆生 又恐在殿内居住 有人踪迹 遂与昆生背着行礼 要寻辟静所在多住几时 好打听香军消息 昆生说 我看人情已变 朝震日飞 且当到诸公日日罗之证人 报复夙愿 不如暂避其风 把香军消息从容打听吧 侯生说 你也说的是 但这附近周县别无相熟的 只有陈定生住在疑心 无次伪住在桂池 不免访密故人 也是快事二人穿街月巷 说话之间 早已走到三山街上 看见蔡易安书铺招牌 侯生只说道 这是蔡易安书店 定生 次伪时常遇此 不免问他一性走在檐下 见狼柱上贴着封面 上写着附设文的 左边一行小字是 人无鬼未防莫何堪 右边是 陈定生 无次伪两先生心选 侯生见了大喜 说道 他二人想必一遇在此 遂至柜前问道 掌柜的 那里蔡易安出来相见 侯生说 请问陈定生 无次伪两位相公 可在此否 蔡易安说 现在里边 待我请他出来 二人听说是侯朝宗 苏昆生二位 不胜欢喜 遂请至铺内用茶叙话 忽悠软大臣生了兵部侍郎 特赐莽玉 亲命房将 这一日拜客来到三山街上 见书铺廊柱贴着封面 上有附设字样 睡觉长班街下一看 怒约 呀 附设乃东陵后起 与周标 雷影作同党 朝廷正在访拿 还敢留选书 这个书客也大胆之极了 快快助教 遂传访主吩咐 这个书四不守王法 通通附设取守 如今奉命房拿逆党 快递报单与政府撕差 校尉拿人 用心者人看守 不可令此人逃脱 三人在内闻之 急出铺制教前问道 我们有何罪犯 这人拿眼 你这老先生不畏天地鬼神了 大臣说 请教尊号 三人遂各通姓名 大臣大怒道 哦 原来就是你们三位 今日却来任任下官 三人说 你就是软胡子魔 今日报仇来了 好好 大家扯他到朝门外 讲讲他的塑形去 大臣扬笑说 不要忙 有你讲的理 遂扬扬上叫而去 只见四个校尉 提锁直排 来到铺前 见了房主 问道 那三个秀才在哪里 快快领 我们拿人 三人说 俺三人就是 校尉 不用分说 用锁套住 蜂拥而去 蔡义安说 苏兄快来 乐不得 乐不得 选书的二位 拿去罢了 连侯相公也拿去 如何是好 昆生说 我们跟去打听 一个真性 好设法救他 正是 邪仇且将正人捆 离央不失君子心 不知三人及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救难有 昆生见率头 习文静庭 李央雀说 陈定申等三人 被阮大臣 主政府司拿去 送至锦衣 为衙门 勘问 姓锦衣 为大唐张 遥心不肯 阿富全奸 一例开拖 设法审问 不置入 在党逆之中 苏昆生 打探明白 一心要救 他三人出狱 一路思想 设法打救 回至书铺内 寻思说 墓下满朝 巨事兼软党羽 谁人可以救他出狱 左思右想 忽想起宁南 左梁玉 是侯公子后交 不免心夜奔至宁南 求他解救 或有渴望 于是即刻收拾行礼 离了书铺 竟往宁南而来 不消数日 来至宁南 一住三日 无门可入 逐日在街上咸游 一日 见左帅在江上大操 无奈何寻了一座酒楼 乍座饮酒 专等左帅操完回营 好相机求见 谁想至乘客 只等到天晚 不见动静 呆至明月东升 方见左兵回营 于是假坐唱曲 好呆左帅来时 惊动他 以便见面 正唱之时 只听左帅人马渐进 反高声歌唱起来 左梁玉同源济贤 黄树等并马而来 至九楼下 闻见楼上歌声嘹亮 便意其乐助马问说 当此戒言之时 楼上是何人歌唱 快快拿下 重兵等领命 一骑上楼 锁下来带至马前翠下 左梁玉问道 方才唱曲就是你魔 昆生叩头说 小人求见元帅不得 无可奈何 冒死唱曲 好求见尊面 左梁玉喝道 军令严肃 如此大胆 你是哪里人 带到衙门戏审部一时 来至衙门下马 三人同坐下 袁继贤说 方才唱曲之人 需要早早发放 梁玉遂吩咐 将那唱曲人带过来 问道 你是哪里人 是 敢大胆半夜唱曲 快快识说 昆生说 小人来自南京 特投元帅 因无门可入 故意犯法求见元帅 在支面梁玉问道 你要见我 有何缘故 昆生遂气宿说 京中奸臣搜拿党人 无故将公子侯朝宗 拿入淋雨 小人特来求见元帅 念旧日交情 统兵前去 以清君策 尽除奸党 救出侯生 感谢不敬 梁玉说 侯朝宗乃无恩师之子 可有书摩 昆生叩头说 那日阮大臣 清领校尉 立拿宋玉 哪里写得及 梁玉说 凭你口说 如何可信 想了一想说 有了 俺目中有侯公子 一个救人 凡他一认 便知真假 遂吩咐 请柳香公出来 静庭文听外面堂上 请他认人 遂缓不出来说 呆老汉认识何人 一见昆生 大惊 呀 原来是苏昆生蒙地 你从何处来 又向左梁玉说 他是河南苏昆生 唱区名首 谁不认得他梁玉 所以叫昆生起来 让座 问道 你且说 侯公子为何下狱 昆生从头诉说一番 傅又一一说 只求元帅早发救书 也不再按一番远来 梁玉文言大怒 说元 黄二位蒙地 你看朝是如此 岂不可恨 元季贤说 不特此也 闻就非同事跋涉来寻 马 软步令收任 令葬私人 已被采选 要图交房之亲 岂不可杀 黄树一约 还有一件 崇祯太子七宰 储君 讲官大臣 却有证据 经以复制 优求 人人共奋 皆私寸 折马 软 已谢先帝 梁玉文言 玉家愤怒 说 我被陆立疆场 只为报效朝廷 不料信用兼党 杀害证人 日日卖官欲绝 眼无交割 一代忠心之君 行得据是亡国之阵 虽有使隔不心存忠心 巨卫马 阮内里撤走 却也一样糊涂 圣俺单身之首 怎去恢复中原 罢 罢 罢 没奈何 只得作药军之事了 遂向原济贤一一 林侯 你替俺修起参本来 参马 阮七军误国 弃正非 求四军术般大罪 还要一道习文 又向黄树一一 借重重灵起稿 只说俺发兵尽讨 教他死无 类二人遂一起提笔 登时参本立就 习文写完 大家列明在上 遂吩咐作素疼血 明日就要发兵了 原 黄二位说 经中匿名文书 纷纷语及 马 软令人搜寻 随得随烧 且密令安庆将军 渡红玉竹起沉积 久有防备我兵之意 此席一道 岂肯甘休 竟从铺地 必行烧毁 插人头地 死多活少 这便怎处 竟停在旁 挺身而出 说 这样是 让老汉走走 众人惊约 这位柳先生 竟是荆轲之流 我被当以白衣冠送之 竟停说 这条老命什么稀罕 只求办的元帅是来良遇大喜 吩咐 取酒来 待我拜敬一杯 众人齐拜 竟停打拜起来 向昆生说 借众贤弟赞赔元帅 按旧树桑起承 岂立刻取了席文 包裹 辞别而行 正是 壮士仗义投席去 雄正愤怒提兵来 却说柳敬廷仗义 不怕生死 要往南京地投席文 遂及辞了左良玉 背着行礼 带着席文 望南京而来 不暑日 来到京城 那日正值三月十九日 乃崇祯皇帝继承 百官奉旨 聚在太平门外设谈祭拜 马士英等聚行礼已毙 阳枯已回 只见一人索福赶来 大哭说 先帝 先帝 你国破家亡 总吃亏那一伙东陵小人 如今都去投顺北朝 剩下我们几个忠臣 今日还想来哭 你为何致死不悟 马士英见世软大臣 一决看不上 用手拉大臣说 元老不必过哀 起来坐一霸 大臣方甲是泪眼 与众人相见 众官散去 士英同大臣要去看牡丹 来至门手下马 走至园中 方欲摆设玩具 饮酒赏花 不料班一手持餐本 桂炳说 您南侯左梁玉 有本章一道 镜头通正思 这内阁接铁送来过 牧师应接过一看 大惊道 哎呀 乐不得 就是餐咱们书稿 这书内餐咱七大罪 叫圣上历次处分 好不恨人 有人持习文 秉说 这文书是插人 来的 插人尚在外乡 压着士英 折开看时 见是一道习文 惊慌无措 乃对大臣说 这文书 竟是讨鞍的习文 文中骂得着实 不久还要发兵钱 来取鞍的手机 这可怎了 大臣文言 一浑身抖战 说 怕人 怕人 别的有法 这却没法了 士英说 难道伸着脖颈 等他来歌不成 大臣想了一想 说 除非吊曲皇 刘三镇 早去堵截 士英说 躺北冰过河 河人赢敌 大臣傅尔说 北冰一来 还要赢什么敌 只有两者 不是跑 救世将 士英文言大悟 说 绿的事 大丈夫烈烈轰轰 宁可扣北冰之马 不可是男贼之刀 无主义已定 即发兵符去调取三镇的事 还凡原老亲去走遭 大臣欣然应成 说 死过老师乡 晚生即刻就要启程 士英说 且住 还有一句秘话 附着大臣耳边说 内阁高宏图将日广 左坛逆党 拒以罢职 那周标 雷影座留在肩中 孔位内应 趁早处决 奸贼大臣说 急该的 遂一功欲出 士英又说 且慢 那投袭的岔人如何发落 大臣愁疚一回说 不要梦浪 我看黄 刘三镇不是左兵敌手 万一斩了来使 日后何以见面 不如且发在政府司 送在间内监禁 似拿住左良玉之时 再行处决 士英点头说 即是 遂一一而去 正是 少留一点情意 日后好去见面 不知后事如何 再听下面分解 第十五回 清军策量玉器 死舵阳城可法头 将话说 阮大臣拿了柳静亭 送在狱中监禁 遂亲父皇和调取三镇人马 在板机劫杀左兵 皇 刘二镇见了兵符军牌 遂不顾守和 即刻撤兵 在板机上射了弩台 架起炮来 使铁锁截蓝江面 以挡左兵进路 那座梁玉令其子梦根架船前来抢杀 不料弩台上乱箭齐发 不能前进 大败而回 梁玉恐儿子梦根被乱兵引诱 时常劝欲 不在话下 忽文皇的攻杰杀板机 先锋败回 大经说 黄的攻也是一条好汉 怎地受马 软指波 指之拥戴新主 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 岂不可恨 叫左右 快请寻暗黄老爷 寻暗和老爷过船一事 黄树急忙过船相见 梁玉喜约 众铃果然到来 河宫为何不见 黄树说 他至半路回去了梁玉探约 平他吧 沐下黄的攻杰杀板机 三军不能前进 如何是好 黄树说 这道可律 且呆袁老爷传道 在商议呼报约 袁都府老爷传道了 三人见面 坐一而坐 袁继贤约 是在武昌 回属整顿兵马 愿随边米黄 左二人说 目下黄的攻杰杀板机 先锋大败而回 这便怎处 袁继贤说 事已至此 欲罢不能 快快遣人游睡 才好 左梁玉说 静庭已去 无人可遣 奈何 苏昆生在旁说 晚生与他婆有一面 情愿效力 黄树说 昆生亦是不雅静庭 今日正好借众 大家正在商议之际 忽有人非报说 九江城内一片火气 袁老爷本标人马 自破城了 袁继贤惊道 俺本标兵马 怎么自破城池 乐不得 左梁玉大怒说 岂有此理 不用猜疑 定是我儿子 左梦根做出此事 献我为反叛之臣 罢了 罢了 有何颜面 再见江东父老 遂及拔剑 及欲自吻 黄树抱住梁玉 梁玉及握住 元济贤手 注目说 灵侯 灵侯 我负你了 大呼大叫 呕血倒地而死 众人痛一回 元济贤 黄树见梁玉气死 三君无主 遂回武昌同和藤交令 做事业去了 梁玉兵马亦各 逃散而去 昆生 见如此光景 呆了一回 说 他们 尽自散去 剩下 暗苏昆生 一人守着 元帅 师孩 好不可怜 不免 点起 相逐 哭电一番 等他儿子奔丧回船 收敛停当 才好辞职而去 有失未证 师曰 英雄不得过江州 魂恋春波起木愁 满眼青山无藏的 携风细雨打船头 却说黄的公子之杰杀左兵 以至左良玉英子梦根叛逆 愤恨而死 却丢下黄河一带无人把守 于4月21日北兵渡河入淮 使可法带领淮阳三千兵马 抵挡不住 指得弃了淮安 保守扬州 真奈三军离心 各有投降之意 可法设法安抚 三军指示不听 此时束手无策 顿足说 看此光景 分明有离叛之心 不料天意人心瓦解 至此唯有一死以报国恩 遂拍胸大哭 泪下如雨 皆臣鲜血 战袍皆赤 三军见元帅如此 各自感动良心 以其至可法面前贵肯 说 元帅忠心安门尽之 躺北兵为臣 据听元帅指挥 此战不宜 务必守住这扬州 事无他至 可法闻言 指住泪痕 安慰众军 调拨人马手遇 不亦北兵所向无敌 兵到之时 各自纳款投降 自得了淮安 遂为扬州 三军虽各用心手遇 而城内粮草缺乏 城破旨在旦夕 可法此时尽一筹莫展 唯有青都兵民死守而已 扬州城内 兵民饿死者不计其数 可法料不能守遇 遂自存说 扬州大半不能保全 躺被攻破 罪无可赎 不如城夜堕下城去 奔到南京 笔触兵将尚多 保护圣架 再图恢复 未使不可 遂不带一人 城夜竟更深堕下城来 沿江飞奔而去 行至半途 天色已明 只见沿岸逃难 百姓纷纷乱奔 遂止住脚步 掠袭一回 建议老者背着包裹 往南奔走 方玉问他 又建议军官匹马而来 建了可法 翻身下马说 使元荣誉向何往 怎么这般光景 可法说 你是何人 军官贵道 小人乃南京城把守城门的 今夜不知何故 皇帝开了城门 西带平非逃走无踪 朝中文武官员 进阶逃散 小人指的匹马抱之元帅 不料却遇元帅于此 且问元帅 为何不守怀扬 却在此处 使可法闻军官之言 遂放声大哭 说 我是可法网读诗书 空谈忠孝 且见淮安已破 扬州难守 意欲奔到南京保驾 西图恢复 不料 皇上逃奔无踪 当此国破家王之时 尚有何面目深在人间 遂将官带袍靴脱下 枯败余地 老者在旁劝道 使老爷不必如此 且从容打探皇帝消息 在图报仇财事 可法闻言说 你是何人 老者说 小人乃南京赞礼 金玉往七霞山 替崇祯皇帝 做好事的 可法扯住老者说 你一赞礼上司报 孝先帝 我乃堂堂隔部 反欲偷声呼 父大哭 跪拜说 大姓皇帝 臣不能为君父报仇雪恨 不敢一官见圣上于地下了 遂向军官 老者说 你看那边兵马来了 二人回头一看 可法纵身一跳 沉于江中 波浪一涌随水而眉 死于江中 军官见可法头江 骑马而去 赞礼痛哭一会 将一官葬于梅岭之上 叹息不已 往南而来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南京城 君臣逃散 七贞官夫妻 团圆话说 南京洪光皇帝 自盈利之后 日听马 软禅言 在熏丰殿中 演戏交歌 朝震日飞 哪知一阵结江 已至北兵 城须渡河 破怀困阳 使可法连夜告急 人心惶惶 南京城名都无首智 马氏应与阮大臣 躲藏无踪 红光在熏丰殿演戏 呼闻北兵渡河 将临南京城下 浑身抖战 手足无席 即令人扑灭灯火 收拾包裹 领着嫔妃 奔出城门前逃而去 马氏应闻天子逃去 一级收拾戏软 带着家眷逃走 不料 遇着一起乱名 持棒大喝说道 世间贼马氏应 弄得名穷财敬 今日拖着妇女 装着财帛 要往哪里跑 一起举棒打到载的 夺了妇女 抢了财物 一轰而散 氏应正在地下扶着 软大臣 一起马飞奔而来 见世音在地下哼哼 问道老乡国还不跑 在此作圣 世音说 被乱名将家眷财物抢去 打倒在此跑不得了 大臣说 乐不得 晚生家眷 行囊都在后面 不要也被抢去 待俺回去赢赢 财欲动身 只见乱名持棒拥着妇女 抬着行李说 这是阮大臣的家私 方才抢来 大家分开吧 大臣听见 急喝约 好大胆 怎敢抢按阮老爷家私 众人说 你就是阮大臣魔 来得正好 一棒打到 包了衣服说 且饶他狗命 快到鸡儿像裤子 当烧他二人房子 去哄然而散 马软二人一个打伤妖枝 一个打坏毕驳 都爬不起来 正在急难之时 只见阳文聪骑马而来 见了他二人 下马问说 你二人应何至此 二人说 被乱名抢劫一空 紧留性命文聪 使人拿衣服 与二人穿了 说 性有贤马一匹 你二人叠骑 出城逃命罢 二人上马而去 忽见寇白门 镇妥娘一飞奔而去 阳文聪见了说 你二人一逃出宫来了 乡君怎么不见 二人说 他脚小走不动 故意乘教子 抬着先走了 忽文有人呼说 阳老爷 北兵杀过将来 皇帝逃去 宫人散尽了 龙友抬头一看 见是沈宫县 张燕锐二人 问说 果然如此 遂改变衣服 同众人向 情怀而来 以到 乡君门首 龙友敲门 蓝音开门一看 见是龙友 即呼曰 乡君快来 杨老爷来了 乡君见了杨龙友 不急续寒温 即问说 杨老爷 可知猴狼消息摩 龙友未及答 苏昆生急忙忙走到面前 说 乡君出来了 乡君问曰 苏师父从哪里来 可见猴狼摩 昆生说 俺为猴生献狱 特往武昌求 左宁南救他 宁南至半途报王 没奈何回京 忽闻此信 急寻至狱前 只见狱门大开 众求四散 怎不见猴生回来 乡君闻言 大哭不止 龙友与众人安慰一回 别了众人 回乡去了 乡君遂向昆生说 前日类师父万水千山 找回猴狼 奴已入宫 今日出宫 猴狼又不见面 还求师父可怜 领着奴家各处找寻 勿求会者猴狼 奴方甘心 昆生说 这离乱之时 不知往哪里去方好 蓝音说 陈东七霞山人机喊道 有锦衣卫张摇星 在此出家 猴相公卫 必不往此地避乱 我亦欲拜摇星为师 何不作伴同行 或者天缘凑巧 寻着猴生 亦未可知 不知你二人意下何如 昆生与湘君同说有礼 遂收拾行礼 一同往七霞而来 且说侯朝宗同陈定生 吴四伟 柳敬廷三人逃出欲来 原将而走 郑商良分路逃生 只见一劳者 跌跌呛呛呛飞奔而来 众人问曰 老兄要往何处去 其人告道 帝是往七霞山与 崇祯皇帝做好事的 你们是往哪里去的 众人说 俺们从京中逃出 要送此位过江 经北冰沙奔而来 不能北上 正在这里商量 去向未定 老者说 七霞山是极忧僻所在 相公既无去路 何不同案 往七霞避乱 似平安后 在图归既何如 朝宗说 有礼 遂与臣 无眼泪分手 与柳敬廷同老赞礼 往七霞而来 哪知乡君与苏昆生 被蓝田疏领着 早往七霞 无意之中敲门循速 遇着便遇今 做了保真安安主 留他赞助 不在话下 且说侯朝宗 柳敬廷同赞礼 竟往七霞而来 走了数日 已至七霞地面 赞礼说 此是七霞山了 你们可寻一道愿 趁早速下坝朝宗 抬头一看 见是一座安官说 何不敲门借宿 赞礼即敲门 玉京问道 何人敲门 赞礼说 俺是南京来的 要借保安赞安行 玉京说 这是女道住持 从不留客 静庭说 我们不比游方僧道 赞助何妨 湘君说 这人好不续烦 玉京说 不要踩他 且道相处 用斋去众人 见里边不应 等了一会 随即前行 正走之时 呼见一道人 提栏而来 赞礼说 那边有人来了 遂向前一拱 说 老仙长 俺是上山 要做好事的 赶求道 愿赞安行礼 恳求方便 道人 抬头 仔细一看 惊道 这位相公 好像河南侯公子 静庭答道 不是他是谁 道人又认了认 道 老兄 你可是柳静庭吗 朝宗说 正是他 静庭与朝宗仔细一认 说 你莫不是丁济之 为何出了家 济之将出家 缘由告诉一遍 向众人说 前面不远是 俺修炼之所 就请赞助何如 赞礼见他 二人遇着故人 遂词曰 你二人寄遇故人 我要往白云安 去了一拱而去 丁济之领着朝宗 静庭 一路续了些别离的话 言及相军 朝宗眼泪说 相军入宫 不见消息 静庭说 宫中人逃散 相军亦应出宫 且呆平定后访问罢 说话之间 已到济之安中 遂安息在安内 已经数日 即至7月15日 白云安要见谈追见先帝 那些个安道众 以及村庄市民聚来搭叫 便遇经遂向相军说 我要往白云安听讲 你可同暗道比赛们 何如相军欣然收拾 同遇经前来有软 不料侯朝宗同丁记之来 白云安随喜 满安中也有道家 也有俗家 人烟凑杂 分分不一 朝宗在人从中 见一女子惨淡衣装 体态相立 定睛一看 自寸说 那女子好像 按相军模样 遂取出桃花扇 向着相军玩弄 相军先见朝宗立在人从中 还不留心细看 即见了桃花扇 定睛一看 经不住呼问说 那人莫不是猴狼模 朝宗听说 向前一任 契约 你莫不是俺的相军模 二人见了 情不自禁 也不顾道场清静 也不顾人烟众多 向前拉住 大放悲声 哭诉离情 不忍是首 张瑶欣在坛上 见了二人如此光景 大喝约 何物儿女 在无坛下调情 丁记之说 这是侯朝宗 瑶欣一听 说 侯先生 你可认得我魔 你在狱中怎得出来 朝宗将前事述说一遍 瑶欣又问 那女子是何人 玉京又说 此事相军 乃侯相公 聘妾姚新约 此处乃清静法坛 其荣儿等在此诉情 快快领下去 丁记之 便欲经领命 将二人领下去 出了安门 二人父抱头大哭 各诉从前别后之事 遂央丁记之 找寻柳静庭 便欲经寻着苏昆生 各自拜谢 他二人患难 相救之恩 又转谢祭之 玉京收留之情 此时因兵马慌乱 不敢回家 遂托祭之 带他寻了一处抵宅 夫妻二人 与静庭 昆生同住避乱 后日平定 即辞了祭之 玉京 带着苏 留二人回家 行至江边买船 恰好遇着李珍丽的船 他四人静登船 往河南而来 到了家中 因父亲避乱中南山中 遂西柳静庭 同志中南山 找回父亲 昆生拜见了 珍丽与湘君 一来拜见 一家玩具 朝宗也无意公明 因湘君生子三人 只在家中教训儿子 后来聚各自成名 书香不绝 朝宗与湘君 俱各寿至八旬 有余而终 有七言绝俱二手未继 诗曰 往事南朝一梦多 兴亡转瞬闹秋重 多情最适侯公子 消受桃花扇抵风 又曰 明是清晨气味头 何来豪贵起歌茅 却连更屁 添加聘 仿佛徐周燕子楼 a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Tao Huashan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 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U.S.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unprinted and given away 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xiaxianlicense Section e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e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 xiaxian 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ba eb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d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ee see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ee see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the Foundation or PGLO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e.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e.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e.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e.e.er.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e-e through e-e through e-e 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e-e 8 or e-e 9 e-e 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EEE through EEEQI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EEEQI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EEEQI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E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license. EEEQI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website,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EEEQI EEEQI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EEEQI or EE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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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C.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as xie xian 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works.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works.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e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In the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EFE EFE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EFE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EF Se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OF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EF Sen?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illiable T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EF Sen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EF Sen If you receive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EF Se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EF Sen If you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EF Sen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EF Sen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F Sen,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UAS, 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 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EF EF Sen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EF Sen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EF Sen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EF EF Sen EF Sen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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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商標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 S.I.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U.S. status laws. The Foundation 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801-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to-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 S. website a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Changbiou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一美元 to五千美元,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OUSH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yo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yo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40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Shangbyo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yo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yo,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